这是我们今天我想谈论的一个内容,我总结了一下,我说做IT转行IT,学习面试求职十大坑,其实我们这个session不但是学习知识体系,我们相当一个pipeline,你进来之后整个的知识体系都在这儿,我们整个的生态体系都在这儿,你建立了学习知识体系,然后呢,建立了你的能力和素养,然后成功的求职, 我们高端的职位,我们就是这样一个理念,我们都是职场驱动的,我们都是职位驱动的,但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每个人遇到了很多很多不一样的情况,其实我们就在这样,在我进来跟大家来谈的时候,其实我每次都要仔细来谈一下,看一下大家的背景,是吧,然后在我脑海里要给大家画一个像,我真正的要觉得,我说你行,你就行,因为我能非常自信的,comfortable的来支持你成功,但是这个我是总的, 总结了一些,我就是说,十大坑,然后那个,我们看一看,其实不是每个人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但是呢,我们尽量避免它,如果在我们的这个学习,求职的历程之中, 好了,我就这样写了一个,你别说我写了这十个部分,还真是这十个部分,我都把它画掉了,为什么呢,这就是我看到的十大坑,然后大家在里面来完善,来过来谈,来完善它,是吧, 第一个,就是,其实我在,我一般的都会做很多去研究,会学习的,我也会到很多职场论坛,那就看一看,其实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就在这个,在北美,包括在这个国内,都有很大的,北美,澳洲,等等等等,都有很大的误区,就是说,一谈到IT,想到的就是马农,这是非常根深蒂固的, 你比如我在一个论坛里面说,他说他是做Counting的,现在机会很不好啊,然后那个职位很低啊,有时候是小事工啊,而且任聘的人很多啊,然后他说,哎哟,想转行这个,转行那个,最后很多人在上面回复啊,最后他的一个结论就是,那我就得去学CIS了,CIS就是Compute Science, 其实我在这想给大家强调的一点,其实我们在线上的很多同学,我们做开发的啊,我们在线上做,现在我们在线上的同学,其实做开发的, 我能数出来的是几个人,是吧,其实大多数人,我们不是做开发的,而且我们现在所说的开发,我们是定制化开发,其实你要让我想把你们画的这个马农这个行列,我觉得有点勉强,因为对我们的这个,即使做开发,我们是讲究的它的业务体系,技术平台,对不对,然后我们讲求是一个在这个云体系下面的,一种定制性的开发,跟这个马农不一样,马农就是Coding, 就是Coding基于最基本的framework,然后一点的Coding,那为什么会给大家在这个,现在在这个,给大家造成这样一个现象呢,其实我是做IT的啊,我以前研究生,我是WE,本哥是WE研究生,我就是学的这个计算机,是吧,计算机控制,控制理论,是吧, 那这个东西在我脑海里,马农在很长很长的时间啊,我觉得至少到我那时候做Java,一直到2007年,2007年,2006年的时候,马农就是开发, 因为那时候我对IT的认知,我觉得马农是最牛逼的,是吧,其他的都不叫IT,什么你做业务分析,你做功能性的分析,你做这个BABSA,都不叫IT,实际上随着我的这个职业生涯的深入, 而且随着这个IT这个体系的,这个生态体系的这种booming,巨大的booming,我们说现在IT时代,云计算,大数据,大数据抛开了,云计算,是吧, 然后那个数据体系和人工智能,基本上就是这样的,那你看看现在这个,其实IT的它的多元的职位啊,就从以前默默无闻,然后它现在都展露出来了, 那么说现在我看到的IT,我所思考的IT啊,我首先思考的IT不是Cody,不是马农,我首先我在看到的IT是业务,我支持什么样的业务体系, 我基于什么样的生态环境下面,来支持什么样的业务体系,然后呢,我采用什么样的数据,技术体系,数据的生态是什么, 我一定是从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的,那我说了那么多,现在其实IT职位非常非常多, 我们所说的,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马农只占百分之二三十,我觉得都不到,就百分之二三十都不到, 即使马农这里面有做这个平台开发的,你比如在微软,Google,Facebook, 他们这些人是做这个体系开发的,我们现在所使用的云平台,那就是他们coding出来的, 这些人,其实马农是很了不起的,他们调的这个体系嘛,我们在上面才能做我们的这个solution, 我们才能在上面做实现,然后我们才能在上面做定制性的开发,或者应用开发,是吧? 那这个我觉得在百分之二十,是吧?那还有一些是做应用开发的,定制化开发的, 我觉得在IT里面,至少有一半,是吧?它不是马农,不是coding,是吧? 你比如我们BSA,consultant,那个specialist等等等等,都不是马农, 这是大家一定要认知的,所以说既然认知到IT职位的多元, 那么说,在我刚才看到那个论坛里面谈到的,哎呀,那我只好学CS了, 我一想,哇,你学CS,这个路慢慢修远,路什么什么什么,很远,非常的遥远, 而且这个成功的几率几乎为零,你可以想想,我们现在的这个, 就是我们的这个大学教育体系出了多少马农,他们没有别的东西, 但是他们coding没问题,是不是?他们coding没问题,然后刷题没问题,天天刷题, 然后做一些算法,他们都对他们的强项,如果是,你说现在你再去学CS跟他们PK, 是吧?跟我儿子即将,就是他要马上大学跟他们PK, 你怎么可能跟他们竞争过他们呢?因为你的优势荡然无存, 而他们真正的展示的是他们最大的优势,是吧? 所以说,那我再强调一下,就是IT职位非常非常的多元, 还有一个它的价值,你想想我是随着IT的发展发展的, 那我现在考虑问题的方式是企业,对业务企业的支持, 对业务体系的实现,然后呢,数据,数据生态是什么, 怎么来实现数据的整个的Data Pipeline,来实践企业的数据的这种驱动, 和企业的这种Digital,就是数字化的这种转换和人工智能的那个驱动, 那你想想我是从这个角度考虑的,那你想想现在的IT是不是, 我们的也是从这个角度来思考问题的,那基于这些体系下面产生了众多的职位, 它的才是真正更有价值,是吧?我就给大家说, 那我们现在就在Narrow Down一下吧, 我们到底是Landing一下,是吧?我就做的虚了,打了,说打, 什么最有价值?做BSA,BSA Consultant的非常非常有价值, 因为你们要定义需求,你们没有你们定义的需求, 没有你们设计和优化出来的业务体系, IT的Engineer团队是没有眼睛的,他无从下手, 还有一个,你们要提供解决方案,要实现实施, 然后呢,你们通过这个平台实现不了的, 我们叫Auto Boss实现不了的这种体系, 你们才会用开发来做,是吧? 但我们这种开发叫定制化开发,是吧? 所以说,你可以想想,这样的职位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对吧? 好了,这是一个卡,就是说, CIS绝对不能代表IT, 而且现在这个时代远远不能代表IT,了解了吧? 那么说,你想想,还有一个,就是在很多很多人问, 那个IT的门槛很高,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同学有一次问起我, 那一次我在购物,他是从这个新西兰打电话过来, 他说,老师啊,我们很多同学毕业了, 我们很多同学毕业, 他说,他说,这个, 这个,那学IT有门槛吗? 学IT有门槛吗? 他也想学IT, 这个问题就吹个我的思考了,知道吧? 我当时在想, 其实我一直在说, 就现在这个时代, 这个,做IT的不问出处, 这绝对是这样一个现象, 就做IT不问出处, 人人可以做IT, 这是我绝对从内心里面的一个体会, 那他问有什么门槛吗? 这个当时我在细细地去想了想, 我还真没有定义出门槛, 说实话, 我没有定义出门槛, 所以说我只能在那个, 当时是WeChat嘛, 我只能给他说, 我想我没有定义出门槛, 所有的门槛, 就是我们每一个同学来了, 是吧? 至少你有你的这个教育背景, 你通过很好的教育, 是吧? 有很好的教育体系, 从这里面来毕业, 然后呢, 你当然有最好, 你有你的职业的这种experience, 这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 那我觉得在IT领域, 是可以学习的, 而且很难嘛, 我从来就没有觉得IT很难, 特别是现在, 我们说IT技术发展到今天, IT技术的发展呢, 它绝对不是难为我们的, 就现在的IT技术, 在我看来真的, 比我在20年之前, 是更容易掌握和学习了, 而且呢, 我们更加省劲了, 而现在的IT技术是什么呢? 是你要用你的职业的素养和背景, 所依托的, 这样的IT技术本身, 并不难, 更加容易地去掌握了, 你比如有同学问我, 就是来我们这, 开始可能大家, 你们在上面有人问我, 老师, 我能学会吗? 你要问这个话, 我肯定第一句话就是, 我这学习一点砍都没有, 你绝对能学会, 没有学不会的, 学习不难, 是吧? 但是在学习的过程中, 当然是有一个历程了, 你从开始不了解, 到慢慢了解, 开始有一些问题, 慢慢把它解决掉, 但是你走过来之后, 你发现, 原来如此, 学习都不是问题, 是吧? 就这样一个情况吧, 那么为什么给大家造成了, 这个IT很难呢? 其实最近, 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我真是喜欢在后面想一些问题, 比如最近, 华铁卢大学, 很有名, 在整个美国的西部, 华铁卢大学, 这个毕业生非常非常受欢迎, 其实我的历程也是, 我以前造一个华铁卢的, 它是我下面的PM, 它可以说是我现在, 我可能认识, 就是我的同事, 它是最smart的一个人, 它是华铁卢毕业的, 它进去的成绩, 它当时告诉我98点多分, 其实我当时对这个也没有太在意, 但是现在到我儿子, 他明年要上大学的时候, 那次那个华铁卢open house, 我就去了, 而且我们那儿有认识的, 那个我们的人, 我就到这个系统里面, 就看了, 我来对比啊, 就是这个华铁卢大学里面, 他的software engineer, 和这个computer science, 这两门课程, 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情况, 我其实对他们的课程, 我大概给我输入了一下, 我大概也了解他的不同, 其实在我看来, 在我看来都没有那么难, 因为我是从高速往下看, 对于他们这种孩子, 才进去的时候, 因为他们在里面钻迷宫, 他们可能觉得这种课程很难, 对很多人很难, 但我看来都不是很难, 你比如他这个software engineer, 他这个是很高的, 他是97分, 就是他上面写的97分, 你的平均分啊, 就是你的11年级, 12年级, 你的平均分要达到97分, 你才能, 那个录取率是50%, 然后你的ComputeScience, 你的平均分是95分, 录取率是50%, 相当相当高了, 因为在这边的考试, 是一次次考试的累积, 不像我们在国内, 一次性决定胜负, 是吧, 那你可以想象, 你要达到97分, 平均分啊, 你才能只有50%的录取率, 是不是很难很难上啊, 我当时也在想, 哟, 这个真是很难很难上啊, 这个就是对很多来讲, 对很多, 比如在这个高中的, 我们的同学们来说, 看到的只是高不可攀, 就觉得这样的分数太高不可攀了, 一个学校, 就像一个学校, 这边的一个学校, 一个高中, 几百人, 三四百人一个年纪, 其实只有那么凤毛灵脚, 一个人, 是吧, 一两个人能上到这个, 你比如说上到沃特鲁, 到这样的专业, 是吧, 所以说大家都很高看这样的专业, 那我就在想, 而且在加拿大没有这种评选法, 不像美国啊, 那种疼孝, 疼孝, 要按种种族来, 来按照Racial, 来分配, 是吧, 在加拿大没有, 就是你的成绩, 当然还有你的其他的很多这种平分表现, 你的Volunteer, 你对社会的贡献等等等等, 所以像在这样的专业, 在Volunteer, 基本上是被中国人, 我觉得70%以上的中国人所把持着, 那我们非常自豪, 骄傲, 我们真的聪明, 是吧, 我们真的Smart和勤劳, 所以说, 那我就在想了, 从这个背后, 我就想到了一个问题, 你说进去是很难, 所以大家就也跟这个外面进不去的人看到了, 就高不可攀, 是吧, 高高在上高不可攀, 其实我再给大家讲个, 打个例子, 我们这也有来自沃图鲁的, 来自沃图鲁的, 然后这样的学生, 然后他比如学HR的, 我告诉你, 然后也有学这种, 计算机相关的, 但是他不是co-op, 我刚才谈到的那两个专业都是有co-op, 所以他非常高, 那现在你比如我们学HR那个同学, 然后当时他是一几年, 一五年中, 是他母亲找到这儿的, 其实他很快, 八月份他就拿到offer了, 其实他那个offer已经很好了, offer很好了, 然后那个, 那现在呢, 他很快到了职场, 然后呢, 开始做这个, 做项目, 然后呢, 后来现在已经是做到project manager, 做的风生水起啊, 你看他们的入门的时候, 差距很大很大, 你知道吗, 你像一般的专业, 八十多分就都可以上了, 是吧, 但是你像你要是达到这种顶级的专业, 想加入这样的专业是非常难的, 所以说我在看, 所以说我对我儿子也是这样要求的, 我说不一分不用啦, 我说不用去, 去那个, 我说要balance, 是不是啊, 你在大学时间要享受这个花钱月下嘛, 是不是啊, 要享受各种的生活嘛, 不要成为一个书虫, 是吧, 把自己完全的定在就这个学习, 然后coop, 一个个的这样的一个个, 就在这样的一个工作的状态下, 最后把你的这个性情, 把你这个美好的时光逝去了, 把你的性情就鼓化了, 这是我对他的一个建议了, 我就说, 我就在想啊, 其实就是我们的起点, 其实上大学的只是一个入门, 而大学带来的是我们的这个天专家瓦, 是我们这个基座下的一些些专网, 其实真正的, 现在, 现在我们做的, 我们比如做IT, 其实真正的是我们之后, 我们的一个发展, 我们的一个方向的定位, 和我们的一个发展, 而且呢, 真正的我们取得, 我们的成绩是在我们大学毕业之后了, 是不是, 特别是现在, 我们说做IT的部分出处嘛, 谁都可以做IT, 那不用, 是吧, 我的建议是不用消消脑袋去啊, 往里钻, 我这个地方说多了, 因为现在我在我这个年龄, 我的孩子要上大学, 还有我很多同龄人, 孩子也是要上大学, 比如前一段, 我在那个微软的一个同事给我打电话, 然后他就问起来了, 就是那个他孩子学什么专业最好, 其实在我们看来啊, 就现代, 就现在这个时代, 还是IT, 我真的在比较各个这个专业啊, 你说学肯定, 学肯定呢, 工资不高, 是吧, 而且这个有被这个AI替代的很大的风险, 不是他都被替代, 但冲击很大, 而且那个工资不高, 他的很高的工资, 也许只是某些IT, 某些方向的入门的工资, 是吧, 这是不公平的, 其实技术无好坏, 只是我们看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回报, 所以他给我打电话来说, 他的女儿要到那个卡内金梅隆去上学, 要学什么专业呢, 其实我没有什么说的, 我说IT吧, 跟IT相关的专业, 因为只有这个行业, 其实在我也在看, 只有这个行业, 我们也许还能预见到未来的数年之内, 我们不至于赶上一个失业的大潮, 因为IT现在发展的太熏猛了, 人工智能等等等等, 是吧, 所以说这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一个方向, 所以IT是我们可以做的, 而且我们人人都能做IT, 其实它的IT的门槛并不像入学IT专业那么高, 其实在这儿我还想给大家说一个职业的一个选择方向的问题, 我有一个家庭医生, 一个香港人, 我其实对他家庭医生, 我每次去他就是向我抱怨, 每次去他都在向我抱怨, 但是他能跟我谈的很长时间, 为什么呢, 大家都觉得这个医学行业, 当时在我们在北美, 医生职位是很高的, 那家庭医生比不了那种专科医生, 但是也是很被人尊重的, 他就每次去都向我抱怨, 他就说, 哎呀, 他们这个行业真是很可怜的, 很亏啊, 他们每年要update他的license呀, 然后呢, 你看他说, 我就是个牢笼, 我试到他那儿, 他就那边有一套房子, 是吧, 然后外面有两个receptionist, 然后每次坐在外面等, 然后进到他的那个小的房间里头, 他问诊, 然后就是这样, 每天都是这样, 周而复始的就是这样的生活, 然后其实他跟我谈的多了, 他也跟我谈到他的收入, 他说, 你看啊, 都说医生很富有啊, 他是香港人嘛, 他在香港很富有, 香港税很低, 我香港的朋友们都拿到500万, 港币, 其实香港税很低啊, 然后你看我, 我这一年30多万, 30万的这个整个的花销, 其实到我手里的是15万家园, 其实, 其实我想想确实也不高, 他这样一个让一个诊所, 让自己的business啊, 然后也就这样的一个收入, 那我就问他, 我说那医生应该是很容易早工作的了嘛, 因为我们谈开, 他说不是, 他说其实医生啊, 现在, 他说求职也很难啊, 他给我打了个比方, 就一个骨科的专业, 在我们这儿, 一个Occville那边, 一个骨科诊所, 有一个人, 有一个坑出来了, 结果当时收到的简历是五六十分啊, 简历来应聘一个职位, 是吧, 而且他说, 其实在他们这个行业啊, 他说有很多那种, 就是那种backup的医生, 为什么加拿大的这个医疗事故, 我老是听到, 其实有很多医生是backup医生, 这些医生是干什么的呢, 就是企业里面, 就比如他的这个医疗投入, 他是有这个budget的嘛, 他不可能有那么多的职位嘛, 很多医生拿到了这个执照, 他没有职位给他, 他只能去接替那些休假的医生的岗位, 医生休假了, 他们去接替, 那这些人看病是不是容易出医疗事故啊, 而且这种医生的数量不在少数啊, 所以说这个, 你像这个, 我听到这些东西之后, 其实对我有时有感触的, 我们再看这个现代这个社会的发展啊, 这个其实没有一个行业, 没有一个职业, 我们说是完全有保障的, 像律师, 我们有同学是来自律师行啊, 律师那个, 他说这个七八年的律师非常资深了, 七八年的律师啊, 律师然后呢, 七万块钱的收入, 这个都是让我挺触动的啊, 在我们很长时间的这个眼里头, 就律师也是高大上的呀, 那医生也是非常高大上的呀, 对不对, 但是你会发现, 其实这个时代病, 就这样, 像我们这样的认知, 那我们, 我们来看一看, 其实还是IT, 就是我们没有特别的选择, 只有IT, IT是我们的选择, 就像我儿子, 我不会去push他, 我说你这个决定, 做那个决定是吧, 我天天做IT, 他就看在眼里头, 但是呢, 他最终最终, 他的选择还是往IT和Engineer这个方向走, 那他们是从入学开始, 那我们呢, 我们说呢, 我们说呢, 我们呢, 这群人现在在这儿, 我们就是要做IT, 我们要成为IT的professional, 是吧, 我说多了一点啊, 就是给大家, 我讲一些例子啊, 让大家不觉得枯燥, 那学什么样的IT, 在这里面, 大家都知道, 在我们这儿, 大家都知道了, 我就说要顺势不要逆势, 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在我的这个, 我们说现在什么云计算, 大数据人工智能, 是吧, 什么现在IT时代, 我给大家讲几个例子吧, 大家就不枯燥, 是吧, 一个是, 你可以看看, 就是我们每周啊, 我们老师, 都有在礼拜四都有session, 我们会谈很长时间, 我们会谈这个整个行业的趋势, 谈这个职场的一些现象啊, 然后我们自己有consulting, 我们下面有consulting, 我们专注于做这个基金行业啊, 房地产行业, 是吧, 这个方向, 的这个解决方案, 那其实在我们来说啊, 我们这个时代, 我就说我们已经在云里面, 一直侵泡着, 从我们这个斯坦不IT成立之初啊, 我们就在云里面, 如果没有斯坦, 没有云计算, 没有云这个时代的到来, 我是不会来做斯坦不IT的, 我们也不会成功的, 但是最近我们老是在谈, 就是比如他们来自银行, 来自这边的大运营商, 很多很多很大的企业, 很高的职位, 他说又一个趋势出来了, 什么趋势, 他说以前啊, 在15年16年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大数据来了嘛, 其实现在大数据, 已经成为数据生态的一部分, 我们不再区分它了, 但是他说现在他们部门, 突然都是云计算, 你可以看看我们找到工作的同学们, 很少很少很少啊, 不在云里面泡着的, 不在云里面侵泡着的, 要么就是在un-premise和云里面, 都在侵泡着, 很少不在云里面侵泡着的, 而像那种大的企业, 包括银行, 它是现在成立一种这个, 一种这个要求, 就是让他们走向云端, 就是大量的这种走向云端的这样的项目的出现, 体现出来了, 我说这个还用说嘛, 我说我们这个体系, 我们一直在云里泡着, 对不对, 那这个是不可逆转的, 正在发生的事实了, 包括在银行, 包括在TILAS, 当时民间有很多抵触, 在我记得在去年的时候, 他们就抵触我, 走向云端, 他们没有被失业之忧啊, 走向云端, 有很多人, 很多职业就失去了, 因为它改变了我们的这个开发环境, 我们的这个开发环境, 偷偷地改变了, 是吧, 所以说那现在, 这个突然之间, 就大家天天谈云了, 因为企业走向云端正在发生了, 正在发生了, 而且不可逆转, 我说到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既然我们说这个IT, 门槛, 我没有看到门槛啊, 都可以学, 那到底是我们要学什么样的IT呢, 我们都要转行, 我们要做IT, 其他行业都不景气, 我们都觉得不保险, 不secure, 那我们做IT该做啥, 这个我想引出这个话题, 就是我们该做啥, 我其实就给大家说一下, 说一下你该做啥, 大家该做啥, 既然云计算大数据, 人工智能是这样一个趋势, 跟现在正在发生的这个潮流一致的, 就是你有前途的, 跟它相逆的, 就没有前途, 那什么是一致的呢, 大家, 跟业务体系越直接越近越好, 越直接支持越好, 就是直接实现业务体系的设计实施的, 是最有价值的, 那么现在是数据驱动的年代, 当然业务体系下面, 就是数据, 当然是做数据的IT, 所以说我们的口号是什么, 我常常给大家讲, 做业务的IT, 做数据的IT, 而相反的, 走向于它违背的这个方向, 你比如你现在做很多后台的运维, 你做后台的administrator, 包括DBA啊, 我告诉你, 大家就是数据库管理员, 以前在几年之前都是很热的职位, 现在岌岌可危啊, 他们的位置, 就DBA, 因为他们远离了云体系, 他们在往后台走吗, 还有这种什么的infrastructure呀, 包括这种, 就是这个网络呀, 这些东西, 还有这个系统管理员, 那数据库管理员, 其实我不说这个职位会没有, 但是他真的在shrink, 是吧, 我在这边, 我们这边经常接到电话嘛, 比如有一个DBA啊, 他是从贝尔下来的, 他是Oracle的DBA啊, 他在几个月之前给我打电话, 问我们这儿有没有, 做Seql Server的DBA的培训, 我说没有, 他说然后过了几个月又打电话过来说, 哎呀, 你们这儿, 他说我现在市场上还有Seql ServerDBA, 但是OracleDBA都没有了, 我说首先呢, OracleDBA跟Seql DBA很像, 你不用专门去学习, 到网上去查一查, 看一看这些interview的这种问题, 准备一下就去应聘Seql Server了, 是吧, DBA, 但是有一点, 大家可以看到了嘛, 像一个DBA以前职场非常热, 但现在呢, 找不到工作了, 还有一些同学, 我记得他有个女同学给我打电话说, 他的朋友建议他学DBA, 我说我就直接告诉他, DBA不好造工作了, 因为他的坑在少, 你怎么在填进这个坑呢, 是不是, 你像那个做网络这方面的, 做网络, 我就说这些东西是根据这个, 我们所说的云计算大数据, 人工智能是逆势的, 特别是做网络的, 里面有一个叫CCIE这样一个证书, 我们以前这儿有个同学来这儿, 他很苦恼, 他有一次约我, 然后我们还为了跟他谈, 我们专门到, 因为他就住在我附近, 然后我们专门到了咖啡厅, Tim Hunting, 我们正在聊天, 他说他在看这个问题, 他说老师, 他说我有两个朋友都在劝我, 学这个网络的CCIE, 我说你为什么要学CCIE呢, 我说你这两个朋友是什么情况呢, 他说我这两个朋友, 一男一女啊, 夫妇啊, 夫妇两个人, 夫妇两个人, 他们都学了这个网络的CCIE, 就是在去年吧, 去年前半年, 反正就最近的, 然后两个人都没有工作, 他说他们还让我劝我, 还学CCIE, 我说你们俩都没有工作, 我还要学CCIE吗, 所以他就来找到了我们, 我就说, 我说你看啊, 那我们这个同学还是很Smart, 对不对, 他看到了这样一个趋势, 像往后台走, 不是技术无好坏, 但是你往后台走, 跟我们的现在云计算, 特别是云计算这个体系, 云计算带来了人工智能, 带来了大数据的时代, 带来了一切我们IT的, 一个这种蜕变, 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跟他相违背的, 因为这些东西都放在云端了, 我们不用再去管理他了, 是不是啊, 他跟他相违背的所有的职位, 都会在shrink, 都会在削减, 那机会就少了, 那在当职的人, 他们都岌岌可危啊, 真是这样的, 我告诉你, 他们都非常美, 他们越是那种资深的人, 做了久的人, 他在这个职位上看了久的人, 他们都有非常非常的紧迫感, 那你作为外来人, 你为什么还要再去, 再去布他们之后尘呢, 不是你布不了他们之后尘, 是不是啊, 你还布不了他们之后尘, 所以说, 所以说, 我就说, IT没有能坎, 但是呢, 学IT要顺势, 绝对不要逆势, 逆势是必然失败的, 对吧, 大家是这样吧, 所以说不要去杂盾, 我发现我们周围有的电工, 一群朋友全是电工, 就电工杂盾, 不是就一个人做了电工, 一群人都去做了电工, 我们这还有GAS, 哎呀, 一群人是做了GAS, 是不是, 都是做GAS, 还有做TRAC司机的, 一个人当了TRAC司机, 全是当了TRAC司机的, 所以这是我们的, 我觉得是个认知的局限性, 还有你朋友圈的一个局限性, 那这个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现在像我, 对我来说, 当我看一个问题的时候, 绝对不是在自己的这个小圈子里看, 其实外面的这个网络呀, 外面现在这个你的学习的环境, 你的这个信息的渠道, 非常非常的广播, 是不是, 然后可以把自己的视野呢, 放得更宽, 更高, 更远, 这样的话呢, 你才不至于偏驳, 是吧, 好了, 那我们说, 这是第二坑啊, 第二个坑, 我们要, 我们在, 我们至少在现在, 我们的同学都没有这个坑, 是吧, 第三个, 碎片化, 学习的碎片化, 这个我的体会特别特别的深, 大家, 这个可以说是刻骨铭心, 就是我有时候, 我在, 我在, 我在微软的时候啊, 我告诉你, 那时候我就在看这个IT时代, 因为我在云里泡的时间更长, 我是09年, 10年我就在云里面了, 是吧, 因为微软嘛, 它是云的这种倡导者嘛, 是吧, 驱动者, 领导者, 我就在云里面了, 那那个时候我就发现这个IT这个技术的发展之迅猛啊, 我一直用这句话, 就是像一个枝繁叶茂的大树, 是吧, 还在不停的横杖和不命, 是吧, 而且它有不同的分支, 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这就是那时候我看到的这个IT的这种一个现状, 我为什么要办这个斯坦YT这个学校, 是吧, 当时这都是一些吹嗝, 因为我喜欢思考, 我喜欢观察, 我喜欢看得我远一点, 看看这个IT未来发展的方向, 到现在我可以给大家这样说, 我们走到今天, 我一点都没有看走眼啊, 包括云, 包括CRM的体系, 包括数据的体系, 当时在多伦多地区, 我来讲云的时候, 那是14年吧, 14年中的时候, 那时候云, 我已经在本云里泡了很多年了, 当我来讲的时候, 当地的来了很多人, 但是大家很多疑惑, 对云更不所知, 他们还在讨论这个政府怎么上云, 银行怎么上云, 我的数据安全在哪里, 对不对, 是吧, 云不可能, 当时就不可能, 实际上你看云这个发展, 其实我就说我在看这些问题, 没有看走眼, 因为我在里面, 我喜欢思考, 那就是, 那这么样一个庞大的IT的知识体系, 我们作为一个新来的人, 一个新人要去IT嘛, 做一个IT的professional, 要顺应到这样一个庞大的体系里面, 那该怎么做呢, 该怎么做呀, 所以说他们有需要大量的机会, 来掌握这样的知识体系, 他们才能顺应, 所以我当时在想, 我也我要创业, 我干啥, 是不是, 你像你比如现在我同时又办了这个consulting company, 因为这是顺势而行的, 自然而然就来了, 人家早到我要做项, 那我就办吧, 是吧, 你比如那家公司说, 我在这个行业, 我们有很多解决方案, 有很多客户, 我们一块合资吧, 那我说好吧, 我们就合资吧, 在你这个行业, 因为你这个行业很大嘛, 是吧, 那这是顺势的, 但是办这个学校, 我是看到了, 就是为什么呢, 一个是IT的在, 在这种升级, 在变革, 在这种蜕变, 还有一个达量的知识体系的这种gap, 需要去弥补, 所以说, 你办这样一个体系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有一点, 办成什么样子, 那我们现在看看现在的很多很多体系, 都是一个个的, 我其实就直接了当, 叫知识碎片, 一个个的课程, 一个个的都是课程, 你不许你看看, 哦, 我学这个sicle server, sicle server是一个subject, 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课程, 我学一下这个table, table都能作为一个课程来教, 把power BI都能作为一个课程来教, 是吧, 哎呀, 我这个学一个sars, 我的老天, 这种像这些东西, 在你怎么可能, 就是如果是像IT, 做一个体系, 我们现在都叫体系和生态, 叫ecocister, 它们之间都是相互关联的, 面向业务的, 面向数据的, 然后是基于云体系的这样一个生态, 你把它打成一个个随便, 然后来传递, 实现这种知识的传递, 怎么可能成功, 那一个我们说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 你是一个知识的接受者, 以这种方式来掌握这样的一个知识碎片, 你怎么能够成功, 这就是我给大家来建立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坑, 就是碎片化, 其实这个IT之间是一种更加的aggregation, 一种集成, 一种整合, 我一般, 大家我再用叫生态, 我喜欢叫生态, 以前他们也喜欢听我, 老师你说老师叫生态体系, 本来就是一个生态体系, 你作为一个IT professional, 你其实是一种, 你掌握的是一个技术的体系, 是吧, 或者是一群的技术的体系, 来为企业来解决问题, 给他们提供解决方案的, 是这样的, 你才是IT professional, 你把那些打成一个个的碎片化, 把那种academic的交付的方式, 放在我们这个职场, 现在这个IT时代来讲IT, 是绝对绝对的一大坑, 是个大坑, 大家一定要切记要避免的, 我听到, 我经常接到电话, 他有时候老师, 他说我只要掌握了sicle server, 然后讲t-sicle, 我就能求职成功, 机会很多, 他结果用t-sicle server, 然后去设置, 哇,很多很多机会嘛, 我说你怎么能, 是一个技术的term, 你用加瓦设置机会更多, 难道你就能求职吗, 对不对, 不可能的, 而且知识的碎片是无穷无尽的, 我可以告诉你, 就是我跟大家讲个例子吧, 比如t-sicle, 那时候我们在做这个老师, 我们老师, 像我们的刘老师, 非常资深了, 他一直在数据领域做, 是吧, 要做数据的architect, 从DBAarchitect到数据的解决方案, 现在就扩展到大数据, 他就给我讲了一个体会, 他说, 他那时候最开始的时候, 我们讲数据的课程, 是刘老师带的, 他跟我讲的一个体会特别深, 他说, 哎呀, 他说, 病啊, 我讲这个t-sicle啊, 这个语言啊, 他说, 我讲, 因为他要把课程讲嘛, 我讲的那些东西, 其实我在我的职场里面, 一辈子啊, 就很多很多东西, 我一辈子都没有用到过, 那我说, 你为什么要讲, 你讲这个东西, 同学们掌握, 你都用不到, 同学们作为一个, 才开始来接受到这个领域的, 这样的一些新人来说, 你为什么要讲这样的东西, 所以说这些东西, 像这都是一些, 就是我就说, 这都是一些知识的碎片, 即使现在你说拍赏, 拍赏很火, 你能用拍赏去求职吗, 不能嘛, 你拍赏怎么去求职啊, 对不对, 所以拍赏只能成为你数据科学, 数据分析, 人工智能里面的, 一个技术的一部分, 但是你能引他去求职吗, 不能啊, 所以说这个, 我再给大家强调一下, 知识的碎片, 是只能适得其凡, 是一个最大的坑, 是吧, 而且你掉到这个坑里头, 你还爬不出来, 很难很难爬出来, 这是我给大家讲的, 就因为, 如果是知识的这些东西, 既然是这种碎片化的东西, 我们都不会把它成为我们的一个program, 你像我们呢, 在我们的program, 你比如我们说的SAM, 我们是program, 你进来之后, 你出来就是IT professional, 就是SAM professional, 你像, 所以说Python这样的东西, 我们现在正在做, 我也会讲, 其他也会讲, 我会把它以Python, 分四个部分来讲, Python语言, Python与数据分析, Python与数据科学, Python与人工智能, 而这些体系, 我们都是放在我们内部的, 知识体系里面, 内部的论坛里面, 来免费提供的, 了解吧, 因为你光靠他, 不可能求职的, 所以说, 这是一个知识体系的问题, 那么, 那么大家在学习的过程中, 就要特别特别的小心了, 这个碎片化的这个东西, 是怎么造成的, 是跟我们的这个, 教育有关系, 这个大家, 一定要了解一下, 因为我在14年底的时候, 我并行的还在转一个学校, 叫Stanford International College, 我跟他那个college的这个, 这个owner, 是我们是partner, 那时候我帮这个学校, build了四个专业, 就是BI developer, web application developer, mobile developer, cloud developer, 是吧, 那我那时候build了这个学校的时候, 我既然, 这个学校面向的是高中业生嘛, 所以说我的这个学校, 当然是一个academic的这种model, 其实我在build的这个, 当时我写这个documents, 因为这是一个需要到政府审批的, 一个college, 一个正式的college, 虽然它是private college, 我在build的这个体系的时候, 我也在思考, 因为那时候我在同时, 在run这个职业培训吧, 我就也在build的一个academic的这样一个教育体系, 我说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完全矛盾的, 完全冲突的, 但是对于一个高中毕业生, 是吧, 当他走向社会, 他真的需要通过这个academic的教育, 去天端加瓦, 是不是, 他要把他build起来, 但是, 当他跨入社会的时候, 当时我心里很明白, 因为我做的, 那个教育, 整个那个系是我build的的, 所以说, 我深深的知道, 我给他们build的这个系, 包括他们的实验, 包括他们的教学的课程, 跟他们以后走向职场, 所要从事的职业, 有多大的差距, 是不是, 那是头头的不一样的事情, 所以他们出来, 一定要有一个, 有一个蜕变, 这是必须的, 一定要有一个蜕变, 就是从academic出来之后, 一定要有一个蜕变, 但是你说, 不对, 他们也求是成功了, 对, 你要不这样的蜕变, 就是untray level, 就是这样的, 因为, 就是从头开始, untray level, 就是你走向社会, 从零开始的, 所以叫untray level, 等会儿我会给大家谈一下, 是如海选一般的困难, 对不对, 那我们想想碎片, 其实在我们的这个职场里面, 我们讲, 我们这个, 我们强调的就是说, 你这个碎片化的知识, 如果是, 就是为了学习而学习, 这种知识, 脱离了你的, 你比我们这儿, 就是为了求职, 就是为了拿offer的, 如果你不是为了这个目的来, 我就说你别来, 我真是这样的, 有的, 有的那个, 我打电话, 老师, 我现在就想学点东西, 我说, 好几个啊, 我就想学点东西, 我说, 你想学啥呀, 哎呀, 我就觉得这个, 我想学个IT, 想学个技术, 哎呀, 我说, 我说你要去这个目的啊, 来呀, 我说, 我建议你啊, 你不用到我这儿来, 学, 到Youtube上, 我告诉你, 有的是知识去学, 能到Youtube上去讲课的人, 能把他的视频放在上面的人, 应该80%人都很棒, 那里面有足够的知识, 让你学一辈子了, 我说你要是学知识, 到那儿去学, 是吧, 我们这儿就是, 就是这个, 就是拿offer的, 对不对, 所以说, 是这样, 所以说, 大家了解了吧, 这个碎片化的学习, 一定是要命的, 一定是要命的, 所以说, 在我这边啊, 我其实, 因为我了解, 我能看到这是个巨大的坑, 当我们同学来学习的时候, 其实有些东西啊, 我就避免啊, 我就会避免, 当你让你自己走到这个坑里头, 因为每个人的背景不一样, 有的人是从大学才出来的, 知道吧, 有的人从大学才出来, 他这个mindset就是这样的, 有的人他已经学了一些, 比如学了一些其他的课程了, 那么说, 他会把这种学习的model, 学习的思维的方式带进来, 带到这, 在我们这边来学习, 基本上, 我有时候我会, 我这边比较柔和啊, 有时候我会来控制的, 来control的, 我的这个目的很清楚, 你本来我认为你这样走下去, 他会阻碍你的成功, 是吧, 或者来抵触你的成功, 所以我一般都会做一些control的, 大家啊, 所以说我的有的做法, 大家应该, 应该了解, 是吧, 还有一个, 我是不是说多了, 没关系啊, 我们今天就谈一谈, 我希望大家能跟我来互动起来, 我要是不认同, 我们也可以都可以探讨, 是吧, 还有一个就是第四大坑, 有这个坑, 我也是这个很痛苦啊, 这个坑我就是很痛苦啊, 就是这个学无止境啊, 刨根问底啊, 转牛角尖, 这个是非常非常的, 我觉得啊, 这个一个是碎片化的学习, 一个是这个转牛角尖, 这个都是我最头疼的, 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为啥, 其实我在这里面, 我想强调一下, 做IT啊, 做IT就是来解决问题的, 那做IT的素质是什么呢, 做IT的素质就是你要是学得快, 解决问题快和创新, 我们在职场里面啊, 你其实我们很多人, 我们最强调的是项目的交付, 就是我们同学在求职的时候一般, 是吧, 我要求大家, 你必须有一个企业级的项目, 这个项目, 我们一块来准备, 这是你求职的一个必要条件, 企业级的项目是什么呢, 就是不是做作业啊, 不是你在研究生做的作业, 或者几个小组做的作业, 企业级的项目, 是基于企业这个大的环境下, 应用项目交付的这种方法论, 然后多团队协同, 然后呢, 走这个整个的项目的life cycle, 它是真正支持你企业的生产环境的, 支持你企业生产运维的, 这是企业级的项目, 一般的我说这个太虚了, 我什么叫企业级的项目, 我再跟你说一下, 几百万刀, 上千万刀, 一个一年多团队的交付, 这样的叫企业级的项目, 这个就量化了, 那好了, 那你说这个, 既然是这样的, 你既然是做项目的, 是用你时间来解决问题的, 虽然钻牛角尖显然是跟他违背的, 了解吧, 那么说我们知道我们以后到职场里是这样做工作的, 所以在学习的过程中, 我们就要有一个学习的方式, 钻牛角尖是这样的, 我觉得老猫说过这样的话, 最怕认真二字, 我觉得这句话, 你这个很辩证啊, 辩证, 最怕认真二字, 我现在后来也是, 我觉得啊, 这个牛角, 钻牛角尖也是很认真, 就是, 就是我就想把这个事情搞得, 这个彻头彻底的通, 了解的, 我就是一个研究啊, 我就是学者, 我就是这个, 是有这个研究的风范, 我就想把这个事情搞得彻头彻底的, 通通顺, 这个问题, 然后我在学这个, 比如我们学CRM呀, 我就想了解CRM后面的机理, 然后我们以前有个同学是做高分子的啊, 他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 他很费劲, 我也很痛苦, 他就是想了解到这个, 为什么Plugin能工作呀, 为什么这个workflow, 它是怎么work的呀, 后台的这个程序长什么样子呀, 哎呦, 我说你这个东西, 我说IT是什么, 做什么呢, 它是用来提供解决方案, 其实这个平台在为企业解决问题的, 你管他后面的那些东西干什么呢, 是不是, 然后那个学习的过程中, 一个个个技术点去抠, 然后走不通呢, 就是非得创到南墙上, 要磕死, 要磕死, 我要死磕, 所以就变成磕死,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说我后来看到这个问题, 我一直在想要牛角尖, 牛角尖是钻不得的, 其实在我们现实生活中, 不光是学IT, 学习啊, 学什么都不要钻牛角尖, 其实以后你的工作, 你的日常的生活, 都是不要钻牛角尖的, 这是我给大家一定要谈到的,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 像我们在这个项目实践的过程中, 同学们就知道了, 其实在整个我们的项目实践过程中, 那个我们是这样的, 我就说项目实践是什么呢, 做项目是什么呢, 就是学习探索和解决问题, 但这个学习呢, 它的出发点不是为了让你钻牛角尖的, 去了解后面的机理和原因的, 是不是啊, 你的学习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的,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过程啊, 在这里面, 这个就是钻牛角尖这个性格呀, 很有意思, 它不但会影响到你的学习, 会影响到你的工作, 而且企业里, 就是即使在企业里面, 也非常非常不外溜, 这种钻牛角尖, 我在微软有一个同学, 有一个同事啊, 她是一个女生, 她的管理人到我这反应多少次, 因为我们每年都有这个performance review嘛, 然后这个女生是不错的啊, 这个我在我的印象里, 虽然我没有跟她直接有这个, 直接的这种connection, 但是呢, 我觉得是不错的, 对不对, 但是她的管理人反应多次, 包括美国也跟我说, 她这个能力很差, 然后呢, 我们有一次这个teamwork, 就是team building吧, 我们就去做一个游戏, 有一次我们去, 做什么游戏呢, 就是我们到一个一群黑房子里头, 然后呢, 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个线索, 我们必须从这里面出去, 然后这个线索呢, 有一个纸条, 然后我们必须来拆解, 就是这是团的作风嘛, 来拆解, 我们怎么才能打开一道的门, 从这个门之后成功的, 密死脱逃, 对对对, 密死脱逃, 是这样一个过程, 然后呢, 刚好这个女生呢, 跟我是一个团队, 一个team, 哎, 那我就在观察她了, 因为她对她的反馈都不好, 那时候我在考虑, 是不是她的manager, 让她离职了, 是不是, 哎, 一般我离职是非常谨慎和小心的, 是吧, 那个, 我觉得平时观察都是不错的, 为什么会这样, 那我就通过这个, 密死脱逃这个节目, 来观察她一下, 哎, 所以我发现她非常的smart, 我告诉你大家, 她非常smart, 而且几乎是我们的, 其实那微软的同事们都很聪明, 是不是, 然后你看她也是名校的, 这个女生也是很名校的, 也是在中科院上那个master, 都是很好的, 她非常聪明, 哎, 我对我的印象, 我下来就跟她的manager, 我说她非常聪明啊, 但是呢, 她说她的反应她非常的笨, 非常的笨, 不是情商, 不是情商, 是她在做这个项目交付的过程中, 她喜欢钻牛角尖, 这是她的一种习惯, 什么东西都钻, 什么都钻, 什么都不懂, 所以她又都要去问, 都要去探讨, 了解了吧, 其实在项目的过程中, 就是学习探索和解决问题, 但是她的整个的方式是钻牛角尖, 好个问题钻牛角尖, 让别人觉得她问了很多愚蠢的问题, 觉得她不聪明, 所以说都说她笨得很, 是吧, 所以说你看啊, 像这样一个钻牛角尖这样的东西啊, 在企业里面也是不被value的, 那我就给她告诉大家, 我们在学习, 我们学的任何的知识, 脱离了应用, 以前不值, 脱离了我们在这个体系下的目标, 以前不值, 所以说, 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要有一个boundary, 一定要有一个boundary, 知道了吧, 就是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 我们要有一个边界, 我看到我们有些同学, 她有的性格很接近, 有的说话的语气很接近, 她们行为放置也很接近, 就像那种猴子搬包骨, 抓一把那抓一把, 最后你发现, 一段下来之后就都失去了, 啥也没有学到, 所以说, 在这个过程中, 钻牛角尖是我们这一群人, 都要特别要小心的, 注意的, 还有一个, 在学习的过程中, 我们要讲究一个boundary, 就给自己设定一个boundary, 了解了吧, 大家, 那这是一个, 我现在才讲了第四个坑, 还有十个坑, 还有六个坑, 大家耐心一点, 那个, 好了, 还有第五个坑, 我的宝贝, 对我的包袱, 这个, 这个是什么, 就是, 其实我们呢, 就是我们那个, 每个人, 以前呢, 我们的教育背景不一样, 专业背景不一样, 职业背景不一样, 这是有的东西啊, 你这个职业背景build的你的素养, 是吧, 让你长了你的见识, 激奠了你的智慧, 但是呢, 这个东西又是双刃的, 它有可能成为你的包袱, 你在不同的行业里面啊, 你形成了不同的这种职业的习惯, 我们还有一个, 比如, 还有一个同学, 他上不来, 他要看两个孩子, 昨天还在过, 比如他在律师行业, 他就非常的较真, 他会对那个, 这个法律的文件呢, 他会非常自自的斟酌, 是不是, 那他造成的就, 造成他学习也是这样的, 他要刨根问题, 就像我刚才说的第四个课, 要钻, 要刨根问题, 要了解他背后的机缘, 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还有一个, 那这也是他一种职业学习的习惯啊, 对不对, 还有一种就是, 比如, 你比如我在网络, 我在这个IT领域, 我以前是学网络的, 我现在, 我以前是做了很多这个, 后台的administrator, 或者我是做DBA的, 现在我转到这个方向来, 那是我的职业背景啊, 那我怎么能丢掉, 像这些都是包袱啊, 大家, 这些包袱是要甩掉的, 要轻装上阵, 一定是这样的, 你包袱甩得越彻底, 你越轻松, 你的效率越高, 是吧, 你的心情也越舒坦, 还有一种包袱就是, 很多很多其他的包袱了, 哎呦, 我这个reference怎么办, 我的backround check怎么办, 哎呀, 我以后工作之后, 我能不能坐下来啊, 是不是啊, 哎呀, 还有很多很多, 或者人家就是个侦探啊, 人家会到这个, Lintedin上去check我啊, 人家会不会跟公司打电话啊, 哎呀, 说, 我说这些东西, 我告诉你, 我列出来的这些东西, 全是包袱, 全部都是包袱, 你踏踏实实的把他甩掉, 是吧, 一点点都没有问题, 踏踏实实的把他甩掉, 就是一种轻装上阵, 而这种包袱呢, 会影响到你的整个behaveior, 你的一种心态, 这我看得很清楚啊, 其实在这个面试的过程中, 就在不是在面试, 在整个的这个过程中, 你知道我们什么样的同学, 最容易成功吧, 我能看到, 其实不是你学的最好, 一点都不是, 不是你学的最深, 一点都不是, 我发现我们成功的同学, 成功的心态啊, 非常明晰, 很放松, 很开放, 就是他有什么就是说什么, 遇到什么困难就展示出来, 愿意跟大家分享, 然后呢, 他很自信, 而且很easy, 他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 一次失败嘻嘻哈哈, 总结一下, 然后呢, 接着再来, 其实这样一种, 这样一种这个特性啊, 影响了他的成功, 他这个最容易成功的, 我告诉你们, 我们同学有的学了两个月, 就开始摇摇摆摆地求职了, 有啊, 还在线上呢, 我就觉得, 摇摆摆摆求职, 你别说, 他真行, 人家就这样摇摆摆摆地, 一次拿俩offer, 这就是能力, 这就是本事, 这就是如水一般的学习, 如水一般的求职, 了解吧, 很顺应, 很柔和, 不去较真, 不是死磕, 知道吧, 不要去什么, 那个, 钻那种牛角尖, 哎, 他就非常非常的容易成功, 所以说, 当我们同学过来嘛, 我们都有这种交流嘛, 对不对, 所以说, 我其实, 我其实能非常能看到, 就是我大概一判断啊, 就是你的这个求职路径, 是什么样子, 知道吧, 像这样你的同学是非常非常容易成功的, 而且毫不例外, 基本上我告诉你, 我看到的几个, 一次拿offer, 是吧, 一次就拿offer, 然后一次拿几个offer, 即使换工作了, 也拿offer, 很容易拿offer, 就是这样的, 是吧, 所以大家就知道了吧, 就是一种心态, 就是一种开放自信, 放开的心态, 愿意给大家分享的一种心态, 其实我们这个社区就是一种分享, 我的一个经历就是, 那时候我才来这个国家, 我是一个非常open的人, 所以我们家那时候我在求职, 我也给大家讲过我的求职故事, 至少在每天, 经常我们家是高红满座, 我们家里面大家一时一厅的房子, 坐满了人, 然后他们来跟我来听, 来过来听我来讲, 讲我今天遇到的挫折, 讲我今天怎么被人羞辱了, 讲我今天的尴尬, 讲我今天的等等等等, 大家哈哈一笑, 我自己也释然了, 大家有多多有多收获了, 而且其实在这个过程中, 我没有觉得大家觉得, 呦,这个杨斌怎么是这样, 不会的, 我恰恰得到了大家的尊重, 恰恰大家愿意跟着我, 围着我, 知道吗, 恰恰我拿到的是那个, 我们那个楼里面最好的offer, 恰恰我得到了大家最多的祝贺, 是这样的, 是吧, 这个大家一定要, 就要放开, 其实有些你放不开啊, 是由于你的包袱, 了解吧, 像你来跟我谈, 哎呀老师, 这是不是我的, 这是不是我的情况, 我告诉你, 扔掉, 那它就真的是你的包袱, 是吧, 是你的包袱, 要把它扔掉, 是吧, 还有什么呢, 还有, 非IT专业背景和的专业, 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这, 我再说一下, 我们这儿的, 在线上的同学们, 我们这是这样的, 如果是, 我们大多数都不是IT专业, 其实这个是事与不是, 不事与是, 因为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轻泡在IT之中, 都轻泡在IT之中, 我们来自于企业, 来自于你的这个生活的环境, 实际上我们都是生活在这个电子的世界里面, 叫Digital, 这个世界里面, 对吧, 你说你没有对IT一无所知, 这显然不make sense, 不是这样的, 但是呢, 我们有时候会接到这样的电话, 打电话说, 哎呀老师, 哎呀, 首先第一句话, 他自己就自暴家门了, 老师, 我说怎么样, 我对IT一点专业都没有, 我说好, 没关系, 我说那你介绍一下自己吧, 其实我告诉你大家, 你知道你们跟我, 就是我们同学来打电话, 你们都跟我打过电话吗, 开始在来学习的时候, 你知道我最关心什么吗, 打电话, 你们跟我打电话, 我最关心什么吗, 有时候我会问的, 刨根问底一点, 有时候觉得你问我这干嘛, 是不是, 其实在每一个人的过程中, 我会在脑海里有一个画像, 对每一个人, 是吧, 你的一个email, 因为我们像一个管道, 你进来是这样的, 你在这儿是这样的, 你出去, 其实你们, 当我说你行, 我已经这个你的脑海就轮廓, 在我脑海里形成了, 但我最在乎你的是什么呢, 你给我打电话, 我最想知道的是什么呢, 是你的职业背景, 了解吧大家, 我想知道你的职业背景是什么, 你在哪些公司工作过, 你有什么样的经验, 你在中国在哪些公司工作过, 在这边在哪些公司工作过, 还有你的专业背景是什么, 这是我最关心的, 了解吧, 你的IT背景, 我真的不care, 所以说, 那你就知道为什么, 那你说我的非IT职业背景没有价值吗, 恰恰在我这儿来是最有价值的, 因为这是我最关心的, 对不对, 我要关心的是, 它怎么来承载你的IT的, 就是你的IT的这个业务体系, 在你的企业里面, 这是我最关心的, 而所谓的IT的这种技术、 知识都是可以后天来学的, 像我们这个体系, 你很快就学, 你很快啊, 就学难嘛, 开始可能会有点这个, 因为你开始学一个新东西嘛, 但学进去就没有什么了, 现在在我看来, 我们这个知识体系, 虽然我们不断地在丰富它, 但是它在我脑海里, 只是浓缩了那么一小块, 了解吧, 那, 那你的专业背景, 是最最有价值的, 是不是, 所以说还有一个, 你像刚才我们谈到专业背景的话, 其实在我们刚才的什么碎片化学习啊, 等等等等等等, 这些它把你的最有价值的, 你的积淀, 你的最核心的价值全部抛掉了, 了解吧, 而你的专业背景, 你的职业背景, 是做不出来的, 那是你走出来的, 那是你积淀出来的, 而且你的素养是基于它build出来的, 所以这个是我最关心的, 那你说它有价值吗, 当然是最有价值了, 是不是, 其实我们在这个IT求职啊, 在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看你, 你的职业背景是什么, 你然后职业背景下面做了项目背景是什么, 还有基于你的职业背景和项目背景所承载的你的技术的能力, 和专业的能力, 那你的职业背景如果很棒, 那项目背景, 你通过这个学习, 你可以基于你的职业背景, 然后来规划出很好的这种企业级的项目, 那技术和能力自然就能体现在里面了, 你当然就能成功了, 是不是, 那大家你知道吧, 所以说你的这个非专业的背景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 那在这里面, 我就再给大家讲个故事了, 这个讲多了今天, 但是大家包含一点, 因为我希望能为我们以后的同学也做一个参考, 在这里面有几个事情, 有一次我接个电话, 这个印象很深了, 这是15年初还是16年的时候, 我接个电话, 从美国打过来的, 是一个女士打过来的, 她跟我说, 她是杨老师啊, 你说, 她说我想向你咨询个问题, 我说你说吧, 她说我是为我老公咨询的, 她说我老公啊, 她学什么专业我也不care了, 她说她已经学这个C++, 学了两年多了, 所以C++两年多了, 也没有机会, 天天在学, 学得很深, 天天都在学嘛, 学无止境, 像天上的繁星, 学得很深, 但是就没有机会, 连一个面试都没有, 对, 非常好, 对, 对, 我给大家有信心就好, 谢谢, 谢谢, 那怎么样, 老师啊, 我能不能让她给你打个电话, 你跟她谈一谈呢, 你看看你这边有什么样的, 这个program可以帮助她呢, 是吧, 这个你是非常的, 就是非常, 我觉得非常的, 就是你听她的说话呀, 各方面她为人处置非常的好, 然后我说那你行吧, 你让她让你老公给我打电话吧, 然后过了一会儿, 她老公打电话了, 非常硬, 就来了, 她是这样的, 我学了C++, 是吧, 我为什么连一个, 她就直接问我, 为什么我连一个面试机会都没有, 这是第一点, 她那个人有40多岁, 又45、46岁了吧, 我说, 你学C++, 为什么要学C++, 她说, 那个我们的C++有工作呀, C++这个语言也是比较好的语言, 我就要学它, 我说好, 那我说你是怎么求职呢, 你求什么样的职位呀, 我求这个, 我因为我是学的嘛, 自学的嘛, 我求这个安垂来我的职位, 好了, 我说你为什么要求安垂来我的职位呢, 她说我当然要求安垂来我的职位, 我是自学的, 我又没有经验, 我当然要求安垂来我的职位, 好了, 那我们的对话到这儿之后, 我就知道她这个性格了, 你知道吧, 这叫死磕, 这叫死磕的性格, 我非常不主张死磕, 就死磕, 我们老听说死磕, 我告诉你死磕之后就是磕死, 是吧, 然后我说, 好, 我说C++是这样的, 这个语言呢, 这个语言是非常传统的语言, 功能也非常强大, 但是呢, 在这个领域做的人非常资深, 作为一个你40多岁的一个entry level, 是不太现实的, 我说你可以考虑一下你的职业背景, 你可以考虑考虑, 比如我们现在有数据的课程, 有这个CM的课程, 我还是很给他这样说, 他说, 你怎么能证明, 他说你怎么能证明, 你教的这个课程有那么多机会呢, 好吧, 我说, 我后来到这个程度上, 我说是有很多的机会, 职场机会很多很多, 你可以去研究一下, 他说, 那你肯认死我, 有那么多机会, 说到这个地方, 我就对这个人, 我就基本上, 我就觉得他, 他不太有钱, 就他这个性格呀, 他不太能成功, 知道吧, 意味着他, 其实他那个性格已经走偏了, 要不然他太太那么的, 这个交集了, 是吧, 来跟我这个来交流, 希望能帮到他, 但是我帮不了他, 是吧, 我就直接告他了, 我说, 哦, 对对对, 我说这样吧, 我说你可以去到其他的地方去看一看, 有没有你合适你的方向和专业, 是吧, 那个也许那边, 你能找掉你的这个机会和方向, 我就很客气的把他挂掉, 但这个, 这个事情让我印象深刻, 印象深刻, 像这样的一个人, 就是完全通过钻牛角角, 然后呢, 那个非常的狭隘, 是吧, 我不是在批评他, 他非常狭隘, 非常钻牛角尖, 然后呢, 很难, 他一种这个敌视, 对外, 因为他面对的, 他所面对的全是铜墙铁壁, 他只是还没有被创死, 但是已经是这个, 这个敌情连总了, 是不是, 鲜血淋漓了, 然后那种, 非常非常的那种不愤啊, 对这个社会啊, 觉得不公啊, 不愤啊, 他把这个情绪呢, 在任何地方都来释放, 那你想, 他能成功吗, 他成功不了, 对不对, 这是我呢, 我给大家举了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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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一个例子了, 就是说, 那为什么呢, 你为什么要从安垂雷尾来求职呢, 这是最难的, 安垂雷尾求职是最难的, 那我, 当我还要给他起开这个话题的时候, 他很理直气壮的说, 我就是安垂雷尾, 对吗, 所以我没法再给他谈了, 那安垂雷尾是最难的, 礼拜四有一个小伙子多大的, 来给我打电话, 他也是很苦恼, 他说, 杨老师, 让我一次看你的这个Youtube上的视频, 他说, 我非常的激愤啊, 我太棒了, 太棒了, 他说, 我要学习, 他说, 但是我这个, 就是, 就是下一周, 就这个礼拜四嘛, 就下一周, 他说他有一个肯尼尼泰的面试, 数据分析, marketing的分析, 他说, 老师啊, 你看我怎么办呢, 我以前面试, 面试机会很难拿到, 它是学院的统计的, 统计的, 面试机会很难拿到, 好不容易拿到这个面试机会, 你说我该咋办呀, 老师, 其实我说这样啊, 这个面试机会, 你能拿到面试机会非常好, 因为作为一个应届别生, 安锤来往, 是海选啊, 大家, 是海选, 他没有别的东西可以考核你的, 你的academic的教育, 其实, 就是他们, 你所应聘的工作, 你们的毕业生都能做, 没有一个, 你们想大学都毕业了, 多大都毕业了, 都能做, 但他怎么来考核你呢, 他说, 以前的面试就是考一考那个T-SQL啊, 考一考这个SQL语言呀, 那我呢, 我说, 那好呢, 我说我们的任务同学, 如果安锤来我的面试, 那时候他开始的面试, 还有去考他的逻辑, 考他的数学, 考他的语言呢, 对吗, 那我说, 其实, 一个企业啊, 对你的面试, 对你对应届别生, 是没有要求的, 但是他做一套让你做题, 他必须有一个考核的标准嘛, 就像我们参加高考一样, 是不是? 那我对他的一个建议, 其实有几个字, 你的技术能力够了, 你要让你能展示出来的就是, 你要让人家喜欢你, 因为面试你的人都知道, 谁都能做他们的工作, 只是他愿意让你做嘛, 他愿意在下面的数年里面, 跟你一块儿做一种同事嘛, 是不是? 所以你怎么让人家喜欢你呢? 自信, passion, 热情, 是不是? 然后展示自己的团队的精神, 这是你能做的最好的啦, 我说, 其他的东西没有特别要准备的, 其实就是表现一种你的精神的状态, 让人愿意跟你一块儿工作, 这就是你作为antre level, 你所能做的事情啦, 你把你自己做到最好, 是不是就行了? 那我们看一看吧, 看一看他的面试结果, 但是都不容乐观啊, 这个一般的面试都是海选, 就是antre level是最难的, 所以在我们这儿, 在我们这儿所有的人, 不是从antre level开始的, 没有一个在我们这儿, 我们的求职, 一般是intermediate level, 到signal level, 他这个是最好的, 最能balance的, 企业对你的expectation, 包括你自己的展示啊, 是最能平衡的, 所以说我们的出发点, 都是从这儿开始的, 如果你是, 应届毕业生实在是没有, 那我们也希望从中年来, 开始, 因为你有了level, 有了不要antre level, 你就能展示自己, 让你stand out出来的东西啦, 了解吧, 要不然, 就是海选, 你想翻冰冰去了, 可能要到现场都没选上, 是不是啊, 如果是只是电话面试, 谁也不知道他长得那么美, 我不是在说他没, 大家不要在呀, 那他还选嘛, 他也许会被淘汰掉, 了解吧, 好了, 在这里面我再打个岔, 就是说, 因为最近昨天, 我还跟我们一个同学在谈, 他最近应该拿到offer了, 然后再谈这个关于薪酬的问题, 上一次, 上一次就是, 我就说这个, 这个, 这个, 就是你在要薪酬的时候, 就是专业能力啊, 体现了你的专业能力啊, 要薪酬, 我去给大家说好多遍, 我们都是, 既然是, 我们都是experienced的, 我们都是intermediate level之潮的, 但我们在要薪酬的时候, 就要展示出你的专业能力, 这个, 如果你没有经历过, 你很多同学, 你不认同啊, 你说, 我要的低点有啥不好啊, 那企业高兴啊, 给我低点有啥不好啊, 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以前我们这儿有个同学, 是学大数据的时候的同学, 现在都工作得很好了, 他求职的很长一段时间, 电话很多, 怎么就都拿不到onside的面试, 一个是他, 这个电话, 接电话有问题, 他的语言能力需要提升, 是吧, 还有一个问题, 那有些他突然谈到了, 就是关于薪酬的问题, 他说每次打电话, 人家都会问他要薪酬, 你的薪酬的expectation是什么呀, 他每次打电话都说, 你看着给, 我相信你很专业, 你一看就知道我知道多少钱, 你就给我多少钱, 每次他都这样说, 人家就很痛苦啊, 人家很痛苦啊, 说你能不能告诉我你要多少钱啊, 我就是不告诉你, 你看着给, 我的老天啊, 我说你怎么是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状态呢, 你就像我去到菜市场买猪肉, 我说这斤猪肉多少钱啊, 你说你看着给, 你让我咋买啊, 对不对, 哪有这样的交易啊, 对不对, 你该值多少钱, 你就值多少钱, 那是你的专业能力的体现, 是不是, 你别说啊, 就是这么低级的一个错误啊, 今天最近我在youtube上偶然听到一个人, 还在讲的, 啊, 企业里面, 他在教人家怎么去, 去要价钱啊, 企业里面, 啊, 企业里面这个价钱, 这个, 这个润志, 是有润志的, 你千万不能说你要多少钱, 你千万说你非常flexible, 你看着给, 我说没有企业是这样的, 你要给我这样一次就把你fail掉了, 太不专业了, 没有这样不专业的, 这个IT professional, 一定是这样的, 这一看是绝对的嫩鸟, 比嫩鸟还嫩一点, 所以说这个要薪酬是这样, 为什么谈到这个话题呢, 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吧, 我们最近有个同学, 有几个同学了, 我看有几个, 一个是我们数据那边有个同学, 最近上星期有面试, 然后呢, 他把那个面试给他安排的这个, 这个, 这个进程都给我, 我看了一下, 然后那个上面有个, 上面那个, 我看HR写的是七万, 就是给那个他的manager建议, 他是他那里, 他他薪酬要求是七万, 他给我说他要求是六万, 我其实他是因为他才毕业嘛, 我说因为他还是要低了点, 他说他后来又问我, 他说老师啊, 那人家我下次面试, 人家问我薪酬要多少, 我该怎么说, 我说HR在这个email上, 给他的manager不是说了吗, 你的薪酬要求是七万, 他说哎呦, 当时我要的是六万, 他写上了七万, 我说你要低了, 知道吗, 你要低了, HR都把你的这个额度加上去了, 你知道HR是想让你成功的, 你薪酬要的太低, 他反映你的level, 反映你的专业的能力太低了, 了解吧, 这是一个case, 还有一个, 我们最近也是那个, 就昨天给我打电话那同学, 他有一次跟另外一家公司, 他跟我谈, 他说很有意思啊, 他说那个HR跟他在谈啊, 谈谈谈, 问他要多少钱, 他一直不敢要很多钱, 他说咬了咬牙, 他说我一般的, 我给大家一个standard的rate, 大家都知道啊, 他说我要了这个八万五, 要了八万五, 哎呦, 我这个很紧张, 哎呀, 我觉得HR是不是大吃一惊啊, 然后HR很有意思啊, HR非常的, 我觉得挺smart的, 他说你要的是不是九万五, 你知道吗, 好了, 然后那个HR就在那个后来企业上, 九万五, 大家了解了吧, 他说他知道, 为什么HR要把你的这个薪酬拉上去呢, 因为你要低了, HR要把你推给他的manager, 他的manager根据你的薪酬判断, 你的职业能力, 或者你的职业的level不够, 了解了吧, 然后最近也是, 因为提到这个话, 也是我们同学最近一个面试, 他要了一个薪酬, 然后他都能感觉到对方的manager, 跟蹬一下子, 然后说, 哟, 你要的这个非常reasonable, 他知道他也要低了, 了解吧, 那我们还有一个那时候在微软, 那时候那个微软是signic consultant的, 我只是让我们同学去尝试, 要薪酬, 然后当时他问我要多少, 我说你保守一点, 在加拿大嘛, 这个职位你要个十二万五啊, 大到四十三万就可以了, 然后那个, 他去谈, 然后HR给他谈, 他鼓足了勇气啊, 就是鼓足了勇气, 人家问他要多少钱, 就是你大概的薪酬的expectation, 他说是十万, 然后那个HR, 他能感觉到那个HR的一种失望啊, 哇, 一种失望, 他说我们这个level的薪酬, up to十五万, 了解吧, 所以说这也是我再给大家来举这个例子啊, 大家要了解, 大家要了解, 了解吧, 就是说, 其实在我们这个过程中, 专业专业非常重要, 是吧, 所以说在这个, 就在第六部分, 大家其实, 大家也能看到我对大家的一种titude了, 就是你, 你其实我对每一个人, 我真的, 我对大家每一个人, 我不是我是老师, 你们是同学, 不是这样的, 大家其实, 在给我打教导的过程中, 我对你们是我的同事, 我是把你们当同事来对待的, 大家其实都有这样的感觉, 为什么呢,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职业的态度, 给大家丢成职业的习惯, 我也希望, 这样我也舒服, 我也希望你们能感到舒服, 还有一个, 比如我在, 有时候我们的同学进来, 当他跟我说他的职业背景的时候, 我会很兴奋的, 真的, 我会很兴奋的, 最近我不知道我们那个同学来了没有, 他是那个做那个controller, 我觉得在这个, 在这个, 这个反弹手领域, 康敬领域是非常, 也挺好的, 自身的, 所以我们需要这样的, 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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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后台是一个职业的社区嘛, 所以我们, 我们同学的背景的多元, 我在同学背景的多元, 实际上是我们最大的财富, 了解吧, 所以说当你别看, 你进来是来学习的, 表面上你是一个学生, 来同学, 其实我是把你当成我们的一个asset, 一个talent, 来丰富, 来build我们的职业的社区, 所以我对大家, 对待大家, 都是以这种同事, 这种方式来对待大家的, 好了, 我今天再多说一些, 然后那个, 那学习等等看, 求职不够RI的, 哎呀, 这个, 这个也是我, 我有时候挺头疼的一件事情, 我刚才谈到了, 我们那个同学, 就我们有一些同学, 真的如水一般的, 摇摇摆摆的, 我就看到, 当他们开始求职的时候, 我都为他们捏把汗, 说实话, 我都为他们捏把汗, 我会说, 我说你, 我肯定会说, 他们比如拿的offer, 我说你赶快, 在下面这两周, 好好的去憨赞一下, 好好的憨赞一下, 去好好的把这个系统过一下, 是吧, 我会这样说, 但是呢, 他们真的能成功, 哎, 你别说他们真的就能成功, 真的就拿的offer, 还非常的棒啊, 其实在这里面, 我都能学到很多东西, 我就说这是一种, 一种态度, 一种能力, 还有一种方式, 他就决定了他的成功, 那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一类啊, 我们的同学的一种这种代表性啊, 这是一种正面代表, 还有一类, 我告诉你, 就是不停的学习啊, 学无止境啊, 我其实我也吹过啊, 以前在16年之前啊, 16年中之前, 我们所有的同学, 因为那时候我们是跟中的, 我要求他们, 你必须求职成功, 是吧, 我会push他们的, 我们16年中之前, 全部是成功的, 而16年, 我们就说讲到CNM这个体系, 我们只讲前六部分, 大家了解吧, 但是大家都能成功, 因为我们那种, 但是后来呢, 慢慢我们同学多元了, 是吧, 来自各个地区了, 因为我们开始走到这个, online了嘛, 是吧, 我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 跟踪每个人, 但是实际上, 当你跟我来沟通交流的时候, 其实我就觉得你riding了, 一般我都跟你说, 你可以求职了, 其实你跟我很快一样, 你可以求职了, 但是真的, 我们有一批啊, 这样的同学, 我不够riding, 哎呀, 我行吗, 我说你行, 哎呀, 我这个我还没学到, 我说你边求职边学, 是吧, 真的有这样的一群人呐, 那个就是永远没有学够, 没有学完, 我说我还是给大家再说, 我说你这个, 其实在企业里面, 当你做每天的工作, 即使你在项目上面, 也是一个学习探索, 解决问题的过程, 是不是, 那是你工作的一部分, 你为什么不在项目上, 有地方去学呢, 我们在这就是为了拿offer, 而且你一定能做啊, 你学不完的, 天上的这个IT技术, 如天上的繁星一样多, 你学得完嘛, 而且他们都是相关联的, 你越学越多, 越学越没有自信, 知道吧, 大家, 所以说, 当我们看到, 你riding的时候, 一定要去求职了, 除了你自己有自己的原因, 你啊, 我怀孕生孩子了, 是吧, 我有两个宝宝要照顾, 我有紧急的事情要回国了, 没关系啊, 我们就是flexigible, 但是不要因为你学习当借口来逃避求职, 这就是我想说的, 当我说你riding了, 一定riding了, 一定riding了, 了解吧, 在这个上面, 我还想再说一下, 有的同学来这, 我一般都会给大家说, 我们的建议是多少时间, 是吧, 10周到12周, 如果是全职的, 求职两个月左右, 然后有的同学们会说, 这样的, 很怀疑, 这样的, 行吗, 一般我就两个字, 我说可以吗, 我一般就两个字, 可以, 是吧, 那, 其实我们有的同学已经很棒了, 你的这个技术能力各方面, 其实很棒很棒了, 去求职吧, 开始动手了, 开始动手了, 我再强调一下, 机会不会等你的, 机会是不会等你的, 机会到别人的口袋里了, 是不是, 而且别人在跑啊, 如果人家拿到了offer, 同一个时期的人家拿到offer在职场里面, 人家不断的在提升啊, 人家在超越啊, 是吧, 那我们就落后了嘛, 而且学是学不完的, 它distract你的, 你的focus, 我们就是拿offer的, 你拿到offer一定能做, 这是我给大家看到的, 还有一个, 就是, 还有一些啊, 就是, 我们不是我们线上的, 就是有些同学, 哎呀, 一看, 这个方向很好很好, 哎呦, 那我计划一下吧, 我这个半年之后, 我半年之后, 这是天上的月亮, 哎呀, 这个我以后就走这个方向了, 这个太棒了, 我这个半年以后, 这就是我的出路啊, 以后我这个未来很光明, 然后半年之后, 时过境迁啊, 大家, 哈哈哈哈, 你再来学习, 那时候就又又又不一样了, 知道吧, IT技术的发展非常迅猫, 你知道我们在做这个课程的过程中, 我们有最大的一个挑战是什么呢, 我们的知识体系, 必须跟着微软的整个的体系, 与时俱进, 这个对我来说, 也是蛮累的, 大家, 了解吧, 因为这是云时代, 不像以前, 你学个家娃, 你就学完之后, 那十年都不变, 是不是, 云时代不一样了, 我们要与时俱进啊,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们要跟我们的consulting, 这个公司与时俱进的原因啊, 那你想想半年之后, 不一样了, 是吧, 时过境迁了, 那时候, 别人已经走得更加的, 别人变得更加的茁壮了, 所以说这个, 所以说我还是建议, 该出手就出手, 这里面包括你的求职, 拿offer, 拿offer就是我们的目标, 其实而且我就是非常灵活, 你只要有手段, 我不在意, 拿到offer是我们的终极目标, 然后以后是你的职业的发展, 对吧, 所以千万不要搞, 一般我还是这样的人, 我这人是这样的, 我尊重每一个人啊, 我会, 我会劝的, 我会劝的, 我会说, 你该拿offer了, 你该求职了, 这是第一次啊, 然后我可能有机会再说下, 我说你该求职了, 这是第二次, 我会说三次的, 我建议, 我至少有机会会会建议三次的, 那以后我就沉默了, 真的, 因为我要尊重你, 因为尊重你的选择, 我要尊重每个人的个性, 所以说一般呢, 我讲三次, 我就不会再去提了, 但是呢, 你在这个求职面试的过程中, 有的东西我还会提, 但是如果没有, 我不会再吹了, 一般是这样的, 还有英语, 英语是问题吗, 那天我记得, 我跟我一个同学说, 我见面, 我说, 哎呀, 英语呀, 总是我的问题, 他很吃惊啊, 他说英语怎么总是问题的, 英语真是我的问题, 我告诉你啊, 我觉得我在学什么东西, 都没有那么困难, 我学什么都很快, 我觉得没有什么难学, 但是英语是最难学的, 对我来说, 因为英语这个level, 永远达不到, 现在我可以大家用我的母语, 我们的中国话, 说的这么的娴熟, 柔和, 而且我可以尽情的去舒展, 英语我在表达的时候, 都不能进行, 这是肯定的, 当我在职场的level提升的时候, 在不同的场面, 用英语来表达的时候, 确实我都不能进行, 我都不能把我的内心的最深刻的东西, 最有价值的东西, 这两个东西展示的灵力尽致, 这是我对英语的一个体会, 而英语我学了一辈子大家, 我从初一开始, 然后一直在, 就是最近我倒没有学了, 最近我主要是给大家上课, 但是最近因为我们的consulting那边很忙了, 所以说跟老外打交道越来越多, 其实英语我有一个pickup的过程, 因为英语是一种思维方式的问题, 大家要了解吗, 我现在的思维的模式都是中文, 所以我转化成英文很累, 你知道吧, 我必须现在给自己一个时间, 调整顺应两种方式, 英语是最难学的, 我可以这样给大家说, 其实英语对我们每个中国人, 我们都是我们心中永远挥不去的一点点痛, 一定是这样的, 但是呢, 它不会影响我们在这边的工作, 学习和求知, 大家了解吧, 我觉得在我们这个的同学, 95%的同学, 英语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千万不要把英语当成你的坎儿, 哎呀, 有的说我看有的说英语有口音, 我就说英语的口音是我们的味道, 知道吧, 我们中国人的味道, 怎么了, 英语它是一种语言, 只要我们能把自己表达的灵力, 透彻, 让人家理解我就可以了, 是吧, 所以说英语, 一定不要把英语当借口, 但是不是说面试求知过程中, 我们英语不需要做准备, 当然需要做准备, 是不是, 就像我现在, 你比如我们的业务业越来越多了, 我最近见客户也比较忙, 你比如有的同学打电话, 我这一半都, 这星期见好几个客户, 因为我们项目很多, 就潜在的, 那用英语交流的时候, 我就需要有个适应的过程, 我就需要有个计划, 因为我最近, 比如做斯坦和IT, 我一直是用中文, 而且用中文来讲课的时候, 它会让我的思维方式非常的深, 知道吗, 而首先语言的展示是一种思维model, 一种思维方式的一种切换, 这个就需要我来调整, 那我就会, 我计划有个计划, 因为我知道下明年, 我们会很快就开展起来了, 所以我在这个阶段, 我会来调整, 那我会怎么来调整呢, 我有计划, 我会重新的去看, 比如像以前, 我会看一个电影, 我会去看各种等等等等, 对啊, 我要来适应这种环境的变化嘛, 那对我们每个同学来说, 在求证面试的过程中, 当你在接起电话的过程中, 在电话面试啊, onsight面试的过程中, 实际上, 实际上这也是要有些应以准备的, 不要显得那么陌生, 是吧, 特别是我们在这边, 如果是比如移民过来的同学, 在那边没有上学啊, 或者等等, 这种陌生感是一下就能体会得到的, 对方一下就能体会得到的, 所以花一点时间做一些准备, 这是必要的, 但是呢, 英语绝对不会成为我们的坎儿, 现在我在我看到, 我们95%的同学英语不是坎儿, 而英语有问题的, 其实在我脑海里就那么几个, 两三个人, 在我脑海里两三个人, 这么多了, 我们这么多年的同学了, 就那么两三个人, 所以说, 至少在线上呢, 英语都不是我们的坎儿, 知道吧, 所以说那个, 但是英语不是不需要做准备, 真的需要做些准备, 还有一个最近我就说了, 那个我没有同学, 那天给我发了一封微信, 他说, 因为都是这种case能帮着大家, 他说, 我两周了, 我是十月十五号开始求职的, 我已经求职两周了, 然后现在是这样一个情况, 我发了一百封简历, 然后呢, 有六个回应, 两个HR面试, 四个是agent, 他说, 老师啊, 你觉得我正常吗, 这个状态, 大家觉得正常吗, 大家, 首先, 十月十五号到现在两个星期, 我们是两个HR面试, 四个agent面试, 首先, 我觉得这个状态, 你说好吗, 这个回应的好吗, 我说一般, so-so, 但是作为你开始来求职, 开始第一次发简历, 那我还没来得及看, 我们的同学也把简历给我了, 我还没来得及看呢, 其实已经看过了, 只是又改了, 又现在发的这个简历, 我再会看一下, 但是我觉得, 你怎么会发了一百封的简历, 这个让我很吃惊, 一百封的简历, 你在两周怎么能发一百封的简历, 我说那个CM再热, 也没有热到这个份上, 是不是, 所以说那后来, 我跟我同学也沟通了, 交流了一下, 从这个点上, 我能看到这个发简历是这样的, 发简历说明这个, 一个是定位的问题, 还有一个呢, 在发简历的时候, 要循序简禁啊, 你不能把这个, 就是这个, 把劲儿用劲儿嘛, 是不是, 用劲儿了, 你以后就没劲儿了, 你这个简历, 比如很多适合的, 其实因为你在有个适随的过程, 特别是一般一周两周, 是个适随期嘛, 你的简历还需要再优化, 是吧, 那你一下子把你简历, 找到所有的职场的机会, 全给发完, 那以后你简历, 优化过的简历, 你怎么再去发呀, 是不是, 你至少有一段不能发嘛, 是不是, 因为你跟以前冲突了, 也许能发, 只要是不要有太大的冲突, 但至少会有不好的影响, 这个我就给大家说, 是这样的一个, 这个问题, 还有一个, 为什么提到这样, 就是还有一个英语准备的问题啊, 你比如, 你开始求职的时候, 是吧, 你会马上接到电话, 马上接到电话, 其实你, 它都是有套路, 不是套路, 就是那种模式都一样的, 跟你怎么样的沟通交流, 都是一样的, 但是你必须有个适应的过程, 你必须有一个预热rehearsal的过程嘛, 所以说, 你在发简历的时候, 也是step by step的, 是不是, 哎, 这样的发简历, 而且确实你发出一百封简历, 这个也确实让我吃了一惊, 我告诉你啊, 我再怎么样, 我再高兴, 再怎么说啊, 这个CM再热, 也不会热到, 就一对两星期, 就会有一百个新的职位出现, 了解吧, 所以我就给大家来说, 我说到这个问题就是说, 大家在做这个事情之前, 英语是要做些准备的, 如果你比如接到了五六个面试, 电话面试都没消息了, 那就说明我们要提高一下英语的交流沟通, 就是在面试过程中的交流, 交流沟通中的方式, 是吧, 因为我们没有走到下一轮嘛, 对不对, 这是我给大家说的一个, 好吧, 第九个是证书, 证书, 大家看重吧, 其实只要大家了解我们这个体系, 了解我的这个同学们, 其实大家都知道我对证书的感, 证书的一种态度, 是吧, 你看我们那个在外面上面的Dynamic CRM求职和证书, 我把证书放在上面, 因为很多人, 特别是IT之外的人, 对证书觉得了不起, 我没有经验, 我做不了, 但是你给我, 我考了试, 你给我发个证书, 就证明我能做, 恰恰不是这样啊, 大家, 其实我在一些论坛里面, 我也看到有人问, PMP证书行吗, 有个人兴致勃勃的在问, 哎呀好啊, 我在这学习, 结果我看下面的回复, 至少有七八个回复, 都是没有用, 下面的回复, 我就, 这种证书贴子, 我只是看看, 下面的回复都是没有用, 不要费劲, 都是这样, 实际上这个过程, 你就能看到, 其实在帖子里面, 就在这个论坛里面, 在回复帖子的时候, 这些人真的是用心来说的, 他不是误导你, 他又不是一个商业的机构, 他告诉你, 他是没有用的, 我说这给大家打个比方, 那IT里面的证书繁多, 很多很多的证书, 那我对他的态度是什么呢, 我不能把这个证书一棒的打死, 但是我觉得, 这个证书这个东西, 绝对IT里面, 没有敲门砖, 知道吧, IT里面, 没有IT证书, 是IT的敲门砖的, 所以说如果你遇到一个什么这样的说法, 哎呀, 你有了这个证书, 就能拿到什么样的职位, 那都是骗人的, 这是可以肯定的, 知道吧, 那证书这个东西, 在我来说, 如果是, 我考过几次证书, 一个是那时候我去加瓦的时候, 那时候我还年轻, 大家了解吗, 那时候我刚好失业的时候, 我在2011年, 2011年, 2002年, 我连续两次失业, 一次是从那个北电, notel, 那时候那个dot.com, 泡沫破灭的时候, 我被lay off, 然后我在大概在两周, 我就到那个叫西门子, 叫Mobile Innovation Center, 在渥太华, 我就去上班了, 然后那个很快, 也就是911, 912, 我就失业了, 不是因为911引起的, 本来我们那个也把这个钱用完了, 我也失业了, 连续失业两次, 那在这个失业的间隙, 我得干点事情, 因为那时候一片狼藉, 就市场一点机会都没有, 整个泡沫破灭了嘛, 我觉得我需要保持我的这个知识体系的一个refresh, 它不能保持我知识体系的refresh, 但是通过考证书呢, 它能让我系统化的把这个佳瓦知识体系再过一下, 大家了解吧, 所以说我那时候就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很快, 我从最开始program, developer, architect, 三个证书就考下来了, 是吧, 但是我考这个证书, 一个是为了把这个知识系统化的过一下, 还有一个就是, 因为那时候要求职面试嘛, 你考完证书之后, 那时候的就是这样做的, 是不是啊, 那还有考证书就是我最近, 我们最近这个CRM, 那时候是2013815, 我要去看一下这个CRM的证书到底怎么回事, 我考, 我觉得很容易, 是不是啊, 很容易, 所以说, 但是我从来都不认为证书会帮助你来敲开IT的大门, 这个想都不用想, 那证书能干什么, 证书当装饰吧, 在你的这个简历上面点缀吧, 很多人还认证东西, HR, 不懂行的人, 外行, 是吧, 对了, 忽悠HR, 对对对, 点得非常到位, 对, 是这样的作用, 啊, 好了, 最后一点就是劝, 其实我最近讲的这个, 我们的Kick Off这个视频, 我也讲到这个, 这个要听劝, 听劝, 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啊, 就是每个人, 因为我们来自于各行各业, 你们是每个行各业的, 都带有你们的很强的背景, 你们的talent, 你们的积淀, 你们的智慧, 但是在IT领域里面, 我们像一个管道一样, 就是我们这个体系, 所以说我看到的一些问题, 比如我让你甩包袱, 真的要把包袱甩掉, 我让你open自信, 真的要自信, 我让你在面试的时候, 一定要是对等的, 自信的跟地方沟通交流, 一定是这样的, 知道吧, 我说你开始求职了, 一定要开始求职了, 如果可以的话, 对不对, 还有一个, 我说你, 我说你没有问题, 你那个工作之后, 一点问题都没有, 你真的没有问题, 我说你该把包袱甩掉, 就甩掉, 什么现在, 什么reference check, 什么背景的调查, 什么到你的linkedin上去check你, 他们都是侦探, 然后什么会影响到你的, 哎呀, 这些影响的都是胡说八道,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的是包袱, 就把它甩掉, 轻装上阵, 还有一个, 我告诉你, 该把这个, 不要钻牛脚尖, 真的不要钻牛脚尖, 这个钻牛脚尖, 我再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刚才我想再补充一下, 大家就学说, 大家钻牛脚尖, 你们说我是迫不得已啊, 因为这个知识体系, 我不知道学到什么程度就行了, 对不对, 好了, 我现在再给大家定一下, 你学到什么程度就行了, 我在这个, 我的知识体系上面讲的, 这个知识, 它是由一个个的概念组成的, 对吗, 这些概念抽象出来, 是不是就成了我们的知识体系呢, 你做到的一点是什么呢, 所有的概念, 我也不要百分之百, 你能用你的这个方式把它解读出来, 就足以了, 就所有的概念, 你把它列出来, 每一部分列出来, 列出来, 你能用你的方式, 名词解释, 足以了, 就足以了, 就足够了, 但是在这里, 从现在到现在, 我没有强调憨障, 昨天有一个同学给我打电话, 他就是, 他说我就是喜欢钻牛角尖, 我就是抛个问题, 我就是喜欢脚枝, 我咋办, 我咋办, 是吧, 我给他这样说吧, 我说那你看, 所以说你要憨障, 憨障嘛, 所以我这憨障不通, 我一个小的东西, 我两天都不通, 我又到Google University, 哇, 我痛苦得很, 我咋办, 我就告了他了, 我说憨障, 我们的憨障是为了让你了解概念的, 而不是因为有了概念去憨障的, 大家这个事情一定要搞清楚啊, 憨障是让你了解, 知道概念的, 而不是因为有了概念去憨障的, 所以你的憨障, 其实我告诉大家, 我并不care你是否通了, 是否把这个问题都解决了, 我不care, 我在乎你走过吗, 你去憨障了就走过了, 是不是, 在一个大街上, 你走一条街, 你到北京城去, 那个厕所你去过吗, 有什么关系啊, 那你走过了, 你知道那里有个厕所就完了, 是不是, 我管你在里面, 尿得泡尿, 拉得泡死吗, 我不在意啊, 对不对, 所以一定是这样, 憨障是为了帮助你理解和掌握概念的, 而不要因为从概念来去憨障, 要不就无穷无尽了, 所以憨障, 我并不在意你, 是否都能通过, 都能实现, 大家了解吧, 所以说在总结下, 基本上我也常说, 我就害怕大家专到无止境的学习和迷宫里头, 所以说要掌握一个bundary, 还有一个对我们的整个的知识体系, 我觉得30%是足以求职了, 足以让你们成为IT professional, CRM professional了, 是吧, 所以说这是我们今天讲的十大坑, 我们大家, 我就在想大家来自于不同的方向, 大家是不同行业的专家, 但是当我们走到我们这个体系下面的时候, 其实大家的最终的目的地都是一样的, 大家的成功一定在哪, 大家相信我, 大家有什么问题要跟我讨论吗? 然后我看同学, 沃特鲁两个系, 沃特鲁、沃特鲁、律师、律师, 我都觉得高不可及, 现在你知道律师和医生了吧? 然后那个, 然后还有什么, 密室逃脱很对, 情商还不是路格, 对讲的很有信心, 性格决定命运, 说的对, 但是我们要做一点点改变, 就是当我来劝大家的时候, 劝大家的时候, 要做一点点改变, 最近还有一个小学生, 是学书记那边的, 经常给我打电话, 然后呢, 他说老师, 我会安慰他一下吗? 小学生嘛, 他说老师啊, 你还是我的心理的辅导师, 我说我还有这么本事呢, 我还是他的心理辅导师, 上个月, SI Business Senior Developer给的是Upto这个, 对, 不要怕要价钱, 对, 说得非常非常好, 我告诉你啊, 价钱不是企业决定要不要你的原因, 绝对不是的, 当然了, 你像上次我们那个Eason讲的那个 non-profit, non-profit的价钱不高, 我告诉你, 我在微软的时候, 我从来给人家offer, 不是说我怕是给不起你, 我怕你拿不到那个offer, 就是你只要能力到, 我愿意非常非常愿意给, 知道吧, 价钱, 就是现在的这个offer是很高的, 老师, 工作机会是不是有淡忘记之分, 如, 我再给大家说, 我们这个体系, 就其实IT体系, 你说它是不是有, 我们有没有这个像个政权波一样一个起伏, 当然有, 但是我不认为它是淡忘记之分, 其实它整体都有大量的职位需求, 这是给大家说的, 圣诞节是淡记, 圣诞节期间都不工作了, 那就不是淡记了, 人家是不工作, 是吧, 我觉得在圣诞的十, 在12月15号之前, 还是有机会的, 大家, 好, 谢谢我的填坑, 非常到位, 深入前处, 非常感谢你的夸奖, 因为在线上的同学没有声音, 我觉得我今天又胡说八道了一通, 不知道大家的感受, 所以说, 谢谢佳佳, 你的这个feedback, 谢谢杨老师这一教诲, 我是新移民, 学了半年, 同时补英语, 现在交流也有信心了, 你这么一说, 我觉得要马上进入求职状态了, 非常好, 非常好, 佳佳说, 您已经寄生我为最新偶像, rope model, 就是刚才要马上求职的, 我们的同学, 老师, BHA求职specification, document, skill如何准备好, 这个其实都不是问题, 然后其实刚才谈到英语这个方面, 我想补充一下, 英语大家有很多误区, 什么developer的英语要求就不高, 然后BABSA的英语要求就很高, 这个不是这样的, 其实在我看来, 其实我们来, 就是像BABSAdeveloper, 我们的英语啊, 我们都能control, 因为我们交流的都是有scope的, 我们交流是有明晰的方向的, 大家了解吧, 其实有一个方面, 我觉得对大家也许有困难, 就很多人就是PM, project manager, project manager的交流是发散的, 而且它的这个方向非常多元, 所以说你不太能control, 而且在这个项目管理的背后呢, 有很多政治的因素, 有很多这种内在的, 你需要去领悟, 你需要去insight的东西, 所以说做PM是不容易的, 对大家来说, 就是对语言是吧, 要求是高的, 但是做BA没有任何的要求, 如果是做没有任何specific的要求, 特别是specific document skill, 我告诉大家, 现在大家用在这个写文档的, 上面的时间会越来越少, 是谁那天, 对那个Sara在上面吗, 那天还问我呢, 跟我来聊, Sara不是拿到两个机会吗, 我想她不会再上来了, 她就在讲, 她跟那个, 第二个offer说, 人家问她, 你是来做什么的, 就是你在做consulting, 比如你来了个需求, 你是怎么来做的, 是吧, 她说, 哎呀, 我要做这个文档, 那个文档, 她非常挨招, 我还要做这个文档, 写下来什么的, 其实我后来, 在我来说, 在我来看, 我在让consulting, 这些文档我都不需要, 我不需要你给我做文档, 你做出来的就是业务流程是什么, 然后该做什么, 把那个任务列出来, 这就是我要求的, 我不需要你画出那种完整的document, 因为作为consulting company, 时间就是金钱, 知道吧, 它是靠时间来查识对方的, 比如一个项目来了, 它评估了这么多时间, 那么这些没有用到这些时间, 那它就赚钱了, 用到这些时间就赚的少了, 它抄了这些时间就可能赔钱了, 大家了解吧, 所以说作为那种, 无关紧要的document, 都会去掉, 如果像我来run business, 一定是这样的, 大家了解吧, 好, 所以像这样的, 这种specification document, 如果让你写的话, 其实都是模板式的, 像这种文档写起来, bullet就行了, 它不需要你有一个完整的, 一个英语的语句, 知道吧, 你只要把这个, 描述清楚几个词就行了, 就像你这个, 它比你写简历还容易, 你简历我给大家要求的, 是不是, 一个bullet后面, 要么你一整行, 要么你一整行, 大半行, 是不是, 那你, 就像做写这种文档, 你就几个词, 把它描述清楚就可以了, 没有任何的问题, 没有任何的语言上, 你要这样写, 这样写, 语法上都不像, 越简单越好, 我记得老师说过, 咱们真正能做presentation的机会, 不会很多, 是, 我在职场里面, 其实在我看来, 在很多企业里面, 一般的要大企业, 一些这个, 就是所谓这个, 高大企业, 它会考虑到员工的一个发展, 而且它这个, 其实展示能力非常重要, 在很多很多时候, 我们中国, 特别在北美, 真的, 我们中国人, 这个展示的机会并不多, 你要是能有展示的机会, 一定是资深的人, 或者那种 knowledge sharing是一方面, 那也不错, 但有的企业甚至没有这样的机会, 所以做presentation, 它机会不多, 不是说你不应该具有这样的能力, 当你的这个label上去之后, 这是你必须具有的能力, 就是展示的能力, 而且展示能力这个东西, 因为最近我们同学有面试, 那边也可能给他出一个什么任务, 让他去展示一下, 我说这都是给你的机会, 让你来control, 让你来展示, 那是你的自留地, 让你来, 你担任了, 那是你的一个舞台嘛, 就像你是卡罗ケ, 上去唱支歌, 是不是, 多好啊, 机会不多, 但是交流沟通是必须的, 是一种能力, 交流沟通就包括语言, email, 展示, speech, 包括你的panel的talk, 包括你oneone的talk, 等等等等, 是吧, 这都是相通的, 技术文档, 谷歌翻译也挺准的, 那个, 我不知道, 最近我听我太太跟我说了一个笑话, 叫南京大麻, 就是大麻话, 南京大麻话, 大麻那个词我不会说, 因为加拿大现在大麻合法化了, 你们现在在这个Google上面去翻译一下, 你看一下这个南京大麻花, 它这个翻译的是怎么翻的, 它那个大麻就翻译成我们现在抽的大麻了, 很有意思, 你可以试一下, 是不是这样, 那个, 其实我觉得像这种技术的文档, 是不需要Google翻译的, 你们足够了, 你们的英语能力足够了, 然后再和这个Senior Manager们的Live交流, 的时候, 你有遇到过语言问题吗, 怎么克服的, 其实是这样吧, 这个跟Senior Manager们的交流的时候, 我没有太特别遇到过语言问题, 但是在开始的时候, 我在那个, 微软的时候, 那时候因为我管微软在中国的好几个团队, 好几个团队, 三个, 在开始三个, 后来四个团队, 四个团队对应着美国的, 多多四个大个部门, 我需要跟他们老大, 来弯弯, 一周都要有, 每天, 每一周我是很累的, 其实我最累的就是跟他们的这种弯弯弯, 就是电话的弯弯, 这个过程中, 我是要有准备的, 所以说语言, 语言在开始的时候, 我们有经验, 是吧, 然后跟他们交流的时候, 就很累, 成了一种负担啊, 你知道吧, 因为他们那边差15个小时嘛, 一般都是8点钟啊, 7点钟, 8点钟, 跟他们交流, 但是这里面是有套路的, 特别是, 如果是你跟你的这个, Manager交流的时候, 你要制定话题, 不是他来制定话题的, 了解吧, 所以说他不像不像你去面试, 人家来问你, 你来回答, 他比面试容易多了, 因为你跟他交流, 是你已提出的话题, 除了是他一周的这个talk, 那他也有他的话题, 一般是你给他交流的时候, 你一周的话题, 所以说你定几个话题就行了, 这几个话题是你熟悉的, 你来跟他交流, 所以你能控制的, 对吧, 所以说这没有什么问题, 你话题熟悉, 你就能跟他正常的沟通交流嘛, 那开始, 一般的我都是那样, 我一般跟那时候开始的时候, 我稍微的累脸嘛, 因为跟那边也不太熟悉嘛, 我才接手这边团队, 后来我到亚图去了, 待的时间长, 都很熟了, 那又很随意了, 那时候, 跟他们交流的时候, 我会是有一个agenda的, 但是我不会收给他们, 我会在我本地有一个agenda, 我会做些准备的, 知道吧, 其实一旦熟了之后就很随意了, 就很随意了, 那谈到这个地方, 我就再说一下, 我的一些英语的痛处吧, 就是我们每年都有两次的team building, 然后有好几个VP, 然后他VP下面是总经理, 我是对应了他VP的, 就是我是VP那个大部门在中国的分部嘛, 然后我们都有这个team building, 我们要出去的, 有了住三天, 在西雅图在外面, 跟他们在一起, 然后那个印度也是有大一个, 印度有个更大的团队, 印度那边的团队比我这还大, 印度, 他们老大也过来, 我也过去, 然后在这边, 在西雅图这边都是几个VP, 还有几个总经理, 我要跟他们在一块相处三天, 这三天对我来说是一种非常痛苦的煎熬, 非常煎熬, 你知道这个team building是要做game的, 我们要一块讨论, 我们还要一块在上面, 要用英语写出来我们的建议, 我们还要互相的, 他有很多很多这种game要玩的, 然后晚上吃饭的时候很痛苦, 晚上吃饭的时候就是喝酒, 然后坐在桌上, 他们可能就是鸡嘎啦鸡嘎啦鸡嘎啦, 一下谈到这个, 一般晚上谈到, 因为第二天还要再开嘛, 谈到十点半到十一点, 就结束, 但是一般的这三天对我来说, 都不是一个愉悦的经历, 知道吧, 因为在team building的时候, 我还能参与进去没有问题, 但是我肯定不如印度人, 印度人的英语说得很好, 而且当地都是老大, 他们说的话题, 你想在美国要上到一定的来往, 你这个语言能力相当相当高, 他们比一般的美国人, 要语言能力要高得多得多, 然后呢, 我要跟他们一块做game, 一块再探讨战略, 然后等等等等, 是很累的, 然后还有一个晚上, 在那坐着喝酒啊, 从下午六点, 一下到十点半到十一点, 非常累, 那三天, 我几乎是在这个, 要掉一些肉了, 所以说, 但是呢, 没有关系了, 你这个身在其中, 你只要扛过来就行了, 有什么了不起啊, 照样你不是, 我照样他们也能接受我呀, 因为他们在晚上谈的这个话题, 我是不了解的, 你知道吗, 那个印度人没有问题, 印度人那边那个头啊, 他都没有问题, 他跟他们打成一片是很好的, 而我在里面, 基本上, 特别是在晚上交流的时候, 他们谈的话题我都不太知道, 是吧, 可能说多了, 是吧, 那个红啊, 但是你跟你的manager, 去谈的时候没关系, 是吧, 你把你的话题定义出来, 然后围绕着他展开就行了,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对了, 这个严也说了几个, 列几个交流, 你自己列几个, 你自己心里有几个数, 就给他来交流就行了, 其实, 有的比如是, 你要大概了解一下, 你总体也有点收获嘛, 实在不行, 你就列几个topic, 其实你自己放在心里的topic, 然后跟他交流, 因为是你熟悉的话题, 是没有问题的, 是不是, 然后多点头, 多说yes, 就完了, 这个presentation的时候, 直接听不懂他的问题, 当场对方就挂脸了, 这个, 对方是没有专业, 对方是不够专业了, 一般都不会挂脸, 我觉得, 那个听不懂对方的问题, 这个也有可能会遇到, 那你听不懂, 就再来一遍了, 反正因为都在现场嘛, 就让他把问题说清楚嘛, 那你说在这个, 我再看一下, 我做presentation的时候, 有没有对方的问题, 我抓不住的, 比较少, 你知道吧, 所以说你这个presentation要做充分的准备, 你要看你这个presentation的场合, 是什么, 如果是非常重要的presentation啊, 你要做充分的准备, 我每年都做非常重要的presentation, 是吧, 但我其实我告诉你, 这没有什么别的时候, 我们的语言能力是, 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是逼出来的, 英语是逼出来的, 不是你学出来的, 当你在那个level上, 你坐到那个位置上, 你的英语就逼到那个位置上, 你就逼出来了, 然后那个, 有的很重要的presentation, 我会做准备的, 我会有两个星期的rehearsal的, 我告诉你, 那你想想吧, 当你的整个presentation的内容都是你准备的, 你精心策划计划的, 对不对, 然后呢, 因为我做presentation, 往往需要带着团队, 是吧, 因为一般的我还不好, 一个人唱独角戏嘛, 是吧, 你这个台内什么, 你带着团队, 所以在这里面, 每一个内容, 每一个细节, 每一个点, 我都会经过精心的考虑, 然后精心的策划, 然后那你想想, 各种问题是不是都在我的这个想象之中了, 是吧, 所以我在我在想, 这个非常重要的presentation, 有没有不能回答他们的问题, 没有, 还没有, 就分明我做了足够充分的准备了, 一般我会提前两周, 就开始写PPT了, 然后那PPT要不停的, 我不写PPT啊, 都是我团队写, 但是它, 它必须符合我的思想, 怎么排练, 因为是我展示的嘛, 然后那个, 说实话, 现在我都停点写PPT, 我在这个, 在回来之前, 我就是改个字, 我都是让下面的去改的, 已经到这种事儿上了, 就改个字都是这样的, 那因为你做了充分的准备, 所以说不太会有超越你的, 你的这个, 就听不懂的, 是吧, 这样的问题, 今天我们就讲这么多了, 没关系, 今天就算我胡说八道的一通, 希望对大家有这个帮助, 就是大家只要能听进去那么一两点, 几点, 我就很欣慰了, 因为我把它最小话, 我刚才结了一个就最近的, 这个就是这个云端啊, 我们看看我们的前景, 还没有最小话, 很奇怪, 最小话不要, 到下一条, 这个, 这是我最近, 大家都看到最近的新闻了吧, 其实我以前给大家讲过, 我以前给大家讲过, 这个Microsoft的这个战略, 其实我这人看问题, 我不是看从底层往上看, 我是看我们一个发展的方向, 然后现在我们这一群人, 可能在很长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 我们是要吃微软, 要搭载微软这个大船的, 大家了解吧, 所以微软的发展的趋势, 我是非常关注的, 因为我在微软, 我对微软非常了解嘛, 那现在微软, 你可以看看微软的整个的体系, 现在微软超过这个, Amazon了, Amazon就昙花一现, 是不是啊, 现在微软的这个, 整个的市值都超过Amazon了, 然后把那个Google已经甩下来了, 那通过这个方面, 那我们看看微软的整个的这个, 它的这个, 就是revenue, 最能反映它市场的发展了, 其实在这个, 我还在谈到, 在我们一个群里头, 我还在谈到, 其实很多业界在黑微软, 我告诉你, 就像我在参加微软之前, 那我对微软也很不分, 我那时候是Java, 我那时候在那个San Michael做Java Architect, Java是我的这个最爱吧, 那微软那就是一个强盗, 是吧, 一个霸道, 那叫霸道, 就是老大你也没法撼动他, 但是他就把你都吃掉, 是不是, 他吃了多少公司了, 是吧, 所以说在业界有很多信息是黑他的, 大家不要太在意这些东西, 这是我非常权威的, 我今天查到的一些信息啊, 你可以看到最新发布的这个消息, 微软今年的云, 微软的战略就是云计算, 它叫生产力和业务流程, 叫productivity和process, 大家了解了吧, 生产力和业务流程这一块, 就是微软的software service, 就是office 365和dynamic 365, 就是生产力和业务流程, 它下面就是云计算, 就是云体系, 第三个就是人工智能, 了解, 你现在你要是问到微软就是CEO, 它现在就是云体系和人工智能, 这是微软的战略, 那大家, 我在我的视频里, 在youtube上讲解, 就在昨天有个同学留言, 他说, 现在那个self-files机会很多, 我就逼着我会去查一下, 我这人一般是会去研究一下, 我这是非常公开透明的, 研究一下, 然后我查了一下这个self-files, 他在2018年, 他可能的, 就现在嘛, 现在已经到Q, 最后了嘛, 最后的Q, 他大概的全年的revenue是8.3个billion, 就是83亿, 大家了解了吧, 而且这个self-files最近的这个股票对得很厉害, 他大概现在是一千零多少亿, 他的市值, 然后那个, 他今年的这个revenue大概是8.3亿, 8.3个billion, 就是83亿rest dollar, 微软在最新发表的这个信息, 微软今年的revenue, 他会超过一千亿, 然后呢, 他什么是他最大的这个驱动力呢, 就是云, 是微软的云, 以前他都是800多亿, 微软的revenue, 那今年他会超过一千亿, 云是他一个最突出的一个点, 他我要是没记错的话, 我在不同的场合看到不一样, 如果是全年看的话, Azure增长最快, 97%, 他翻了一倍, Azure, 然后那个在这个Q, 不在这个上面, 在这个Q上面, 我们的software, 就在那边365CRM, 增长是百分之, 他那个上面是百分之五十一, 然后呢, Azure在这个Q, 百分之七十六, 这是微软的这个云的增长, 那你想想整个的self-files, 为什么self-files有这样一个现象, 你在美国查的时候, 在美国查的时候, 你查这个关键字, 它比这个, 我们的胆胆的7RM会多, 有的地区会多个百分之十, 我也在考虑这个原因, 因为我要了解这个职场, 因为我们非常非常热, 是吧, 而self-files说实话, 说实话, 我们还在考虑self-files这个东西, 但是后来我们把他放弃了, 我就在考虑这个问题, 我都会给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啊, 我在研究这个问题啊, 那个, 好了, 那我们看一下啊, 但是在这个美国之外的市场, 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差不多, 英国、澳大利亚, 基本上都是dynamic-slam, 遥遥地就走到前顶先了, 等会我会告诉大家, 大家认识吗, 我在研究这个, 但是, 那这七年的Megosoft的, 他的这个revenue会冲上一千亿, 这是不得了的, 他以前都八百多亿, 我非常清晰啊, 然后那个, 大家看一下啊, 就是这个Q4, 那个生产力和业务流长, 大家看到了吗, 是9.7个billion, 那我们再对比一下, 就是这个, 因为我们dynamic-slam一般会跟self-files-files, 对比, 就刚才比如Kobe, 现在有的是self-files-files-slam一般的, 上kobe, 上dynamic-slam一般, 至少我有几个同学, 我们有几个同学啊, 比如那个, 什么平啊, 什么平啊, 他不是又换了家公司, 叫林平还是什么, 他因为我们同学的这个职业状态, 我都了解, 他就是把那个self-files-files-slam一般上dynamic-slam一般, 然后里面Kobe也是这样的, 但是我们也有一个同学, 也有一个同学, 是在一家什么地方, 它是这个self-files-files-slam一般代替dynamic-slam一般, 那这个, 其实这还是一个市场PK的问题, 但是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市场的情况, 大家看到了吧, productivity, published process, 这是里面包括了dynamic-365, office-365, 它光在这个季度, 在这个季度的revenue就是97亿美金, 大家了解了吧, 那我们的self-fil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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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这个地方就看到了职场的机会了 好了 这是我们看看的销售 现在是个市场的战友 大家看到了吧 有问题吗 好了 那这就是微软其他的cloud 我们就看跟我们现在息息相关的吧 这是97亿美金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这是这个季度 这是Q2的增长 因为我就拿到一些信息嘛 Q2的增长 如果你想知道优质在哪 我就讲过 我专门在一年之前就讲过 Dynamics Samus和Salesforce的对比 我讲的很全 在我们YouTube上面 是对外的 你那个可以去很好的研究一下 我一般我这人比较认真 我都会做研究的 我不是瞎说 是吧 你可以到我们对外的YouTube上去查一下 然后大家再看一下这个 大家再看这个 这个是Q2的 2018年的 这个增长 微软 大家看到吧 Software Service 这是Dynamics 365 Office 365的增长 是45% 那Salesforce是25% 大家看到了吧 就是从几个数据来看 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从微软内部以前出来的信息 就是在两个 这两个例子 在三个采用 这个 CRM 这个体系 这个方案的情况下 有两个都是Dynamic CRM 好了 这个我给大家看到了吧 我会做研究的 我给大家想一想 为什么在有的地区 你说在有的地区 怎么打 我一般是这样设置 Dynamic CRM 是非常specific的关键字 还有一个Salesforce CRM Salesforce 首先它是一个词 所以它模糊查询会更多 还有一个 我后来了解了一下 我后来也去研究了一下 我到那个后台 我就一个职位 我去研究了一下 我才知道 你知道为什么吗 特别是在美国地区 有的地方你打Dynamics CRM 和Salesforce CRM 它会多个百分之十 我才知道 为什么 其实我们谈到一个市场占有率的问题 大家不要一听到市场占有率就很吃惊 不用吃惊 Salesforce好像是2002年 2003年吧 我记不清了 Salesforce 它是第一个来证明 Software Service 就是这种基于 服务的语言服务 是可以商用的 这是很了不起的 它提供的服务就是CRM 所以它由2002年 它就开始有市场占有率了 大家了解吧 2002年的时候 它就开始占领市场了 它就在云端 所以那时候 很多那时候的企业 就使用了Salesforce的CRM 它是市场占有率 它就一直在涨 而微软是到2011 就是它的2011版本 才有云端的 也就是2010年 大家了解吗 微软才把它推向云端的 那就是说在这个市场占有率上面 特别是在北美 因为Salesforce是一家旧金山 就硅谷的一家公司 特别是在北美 Salesforce的市场占有率 已经在那了 大家了解吧 所以说当你用Salesforce CRM 来查询的时候 它跟 因为有很多企业 所有的东西 它有可能都使用Salesforce 对不对 它可能就会写 你最好了解这个系统 所以说你查出来的相对的 跟它关联的字就多 了解了吧大家 这是我一个研究的结果 我真的在后面去研究它 所以说它是这样一个原因 导致了 有时候你在美国地区 其他美国之外都不是这样 它会多百分之十 你要用Dynamic CRM查 和Salesforce CRM查 多百分之十 是这样一个原因 大家了解了吧 是这样一个原因 但是我们的职场机会 体现在是它的增长率 这是它的占有率 大家了解了吧 是它的增长 大家有什么问题? 哎 Salesforce 然后我一下子给懵了 因为从那个GD上没看到他有这个要求 然后我猜测他们现在用的是Salesforce 所以当时这个问题我当时有点懵 我说回答对不对 像这种问题应该怎么回答 哎呀 这种问题要想我顺口就来呀 这种问题有啥难回答的 你说Salesforce 我要是说 我在华为当时有一个部门用的Salesforce 后来我们把它Sanside掉了 用了DynamicsR 所以说我们把Sanside掉了 你说我对它有了解吗 很简单吗 问你懂不懂 你了解吗 你就说I understand就完了吗 这有啥懂不懂啊 对不对 我还要给大家说一下 就在你们的简历里面 这个项目呀 你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做的项目的实践 你们每个人都懂吗 我都说了很多遍了 是吧 我说那个就我们现在做的企业系项目 就所有的人就我懂 我不是在吹牛 因为那个项目整个都是我一点点规划出来的 每一个角落 每一个关键点我都懂 但是我们上面还有其他的同学 我们还有三个老师 你觉得三个老师他们懂吗 他不懂 他不可能懂 他们就懂他们那一块 但是这就是企业做IT嘛 但是我强调说这一点是 你们在写你们的简历的时候 你们如果这个项目上用到了这个知识体系 你当然要写上去了 因为那是你的项目交付的一部分 虽然你不是专门专职于做 比如你不是专职于做ETL的 但是你的团队 你跟那个PR他是做ETL的 是不是 你当然可以写上去了 如果人家问你做这样的一个问题 你说是啊 我了解ETL 因为我要支持 比如我们那个在项目上的ETL团队来做ETL的呀 他要了解数据源 他要了解数据的格式 我要给他提需求呀 当然我了解ETL了 只是我不是 specific在做这个ETL的工作的嘛 是不是这样 嗯 那咱说要打分 就像这种 你并没有接触 只是项目团队的这个 我觉得打分 其实打分是个虚的东西 所以我们不要他在意 就是我们的 是我们口袋里硬硬的东西 9分 10分 是吧 如果是我们项目上用到的东西 7分 就行了 它是你的一部分 你项目很大 你不可能都是 那项目有20个人在做 你不可能去做其他19个人的工作嘛 但是 这个技术体系是在这个项目上面 当然你可以去做 对不对 如果那个同事走了 你去pickup他 你经过很快的run pop 你就可以做了嘛 对不对 因为我不太清楚他后面还会不会安排那个第二轮面试 但是我这两天 我就…… 不用考虑那些东西 你就回来走 我说要不要看一下 我说 看一下有什么快速的方法 只是看YouTube呢 还是说 重点他们会有哪些点 如果Komi知道的话可以分享一下 我觉得你就那个职位 那个job上描述是什么就是什么嘛 就是啥嘛 你以节地为标准啊 你不能去设想你后面的这个scenario啊 我还有一个 我们面试没有一次scenario会给我们一致的 大家这样 你可以设想很多面试的 你要会遇到的一些情况 没有一次是吻合的 你相信我 你批准大家走走看 所以说你只是把你自己做好就可以了 没有问题的 好 今天我们就到这 今天我们讲的多了一点 但是我希望 因为我们到一个中期 大家开始求职了 我也想打掉大家一些误区 所以来讲这个 那下次我们还是来讲我们的基础体系 今天我们基本就到这了 谢谢大家